陈元躺在床上紧皱眉头 仿佛陷入了无尽的噩梦中 突然陈元大叫一声 惊醒过来并猛地从床上坐起 张嘴就是破口大骂 操 哪个王八蛋 竟然高空抛物 口中喘着粗气 胸腔急速起伏着 刚刚清醒过来的陈元视线还有点模糊 不过他还是用双眼快速地扫过四周 周围的场景并不是他想象中 那属于医院的纯白色调 而是暖色调的布局 而且还给了他一股强烈的熟悉感 闭上眼摇了摇头再次睁开眼 这次视线清晰了很多 这不是我的卧室吗 看清楚四周的陈元 确认了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可是这反而让陈元迷茫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我明明被砸中了 忽然陈元想起了什么 伸手摸向头顶 不过只摸到了自己的头发 其上并没有想象中的伤口和大包 做梦了吗 真别说还挺真实的 我当时甚至感觉都听到了脊椎骨折的声音 梦中的一幕还是让陈元感到后怕 毕竟那种直面死亡的感觉实在太过让人恐惧与心惨 还好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想到这陈元不禁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也轻松了下来 可惜 下一秒陈元就被打脸了 只见才放松下来的陈元 放松的面容突然僵住 并皱起了眉头 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胀痛席向他的脑部 与之而来的是一股陌生的记忆 当痛苦过去后 陈元总算是理解发生了什么 我竟然穿越了 而且还回到了自己高一的时候 这个世界竟然有名为异兽的超凡存在 人类更是拥有能够与异兽签订契约 来使御异兽的力量 想到自己刚才从记忆中接收到的讯息 陈元既震惊又激动不已 毕竟没有哪个人会不渴望超凡之力呢 更别提前世身处于平凡世界的陈元了 应该说正是因为他前世在平凡世界 所以才更加渴望超凡 当然培养异兽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强大的异兽往往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 这其中的花费更是天文数字 甚至很多神物连买都买不到 只能靠自己深入各种秘境以命相搏 想到这里陈元攥紧了双拳 既然老天给了自己机会 那我一定要把握住 我一定要登上巅峰 去看看上面的风景 仿佛为了回应陈元的决心 一个更大惊喜降临了 只见一个透明的面板在他的眼前浮现而出 丁 御兽培养辅助系统绑定中 1% 30% 99% 丁 绑定完成 系统检测到宿主并没有宠兽 请宿主尽快获得一只宠兽 以解锁系统功能 卧槽 眼前的这玩意 作为多年来博览群术的陈元 自然是十分熟悉 还不等陈元摸索系统的功能 房间外传来了一段声音 打断了他 大早上的 不停鬼叫什么 快丢起来吃饭 马上要迟到了知道吗 对此陈元没有任何意见 原因无他 这是道声音的主人 正是陈元的老妈 更是在家中拥有家庭地位的存在 陈元不敢怠慢 立马就起身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洗漱工作 一打开门 就是一道声音传来 白痴 白痴 声音的主人是一种鹦鹉 或者说是一种鹦鹉外貌的异兽 其正是陈母的宠兽 好了 我知道你叫白痴 你没必要多次重申 来到厨房 第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老妈坐在餐桌上 看到这笔自己记忆中 年轻许多的老妈 陈元不禁感慨道 妈 你便年轻了好多 话才出口 陈元就后悔了 陈母接下来的反应 更是让陈元十分扎心 只见她头朝着 远离陈元的方向 微微厚仰 坐下的椅子 也稍微远离陈元 一脸警惕地看着陈元 眼神中更是充满了 怀疑与不信任 就仿佛对待犯人一样 你小子干嘛嘴这么甜 是不是做了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 下一秒 陈母好像想到了什么继续的 我告诉你 哪怕你说好话 这零花钱该多少还是多少 就是一分都别想多 说完又补了一句 而且就算你不说 你老妈我也是永远十八岁 老妈 你这么说 这样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没有 不过 我最少考虑了我钱包的感受 陈元 我真的是你轻生的吗 陈母放下了手中的碗 装出落寞的表情 长叹一声开口道 看来是瞒不住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你是 我和你爸在楼下垃圾桶里捡来的 陈元 对于陈母的毒蛇与皮 还有细菌上身 陈元表示情绪稳定 一切都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虽然也有一点点气 不过考虑到敌我地位差距 陈元决定 置一波忍了 当然 气还是要出的 他将怒火转向手中的饭碗 开始对着里面的食物 狼吞虎咽 疯狂输出 吃慢点 又没人和你抢 吃那么急干什么 陈元没有回应 只是继续低头干饭 对了 再过几天就是你16岁生日了 也到了你契约一寿的日子了 想好要和什么宠说契约了吗 说到这个 陈元可就不困了 原来在这个世界中 只有年龄达到16岁后 人们才可以契约宠 具体是什么原理 他至今也没有发现 嗯 有几个目标 不过 我需要好好考虑下 再下决定 陈母则是装出 不在意的姿态白手道 有目标就好 钱的事你就不要担心 我们家还不差这一线 陈母摆出一副 不在意的样子 让陈元放心大胆地去选择 对于陈母的大气 陈元简直无语 妈 你忘记了 爷爷奶奶是开宠说 幼宰店的吗 嗨 都一样 别在意这些细节 接着对此 陈元只能露出一个礼貌 而又不是优雅的微笑 对了还有一点 那就是 别选你爸 选个皮皮虾 做自己的第一只宠兽 想想客厅中 那不停叫着白痴的鹦鹉 在对比下脑海中 自己老爹那一人多高 浑身尖刺 一拳打抱一块巨石威武的皮皮虾 陈元真的很想问 陈母到底是有多厚的脸皮 竟然敢说出这种话 陈元在用完早餐以后 就开始前往学校 一路上看到了各种陪伴 在自己主人身边的宠兽 虽然通过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陈元早有准备 可当青年所见路上的场景之时 还是让他感到震撼 有的人骑在巨大的猛虎身上 猛虎一跃数米 几个大跳就已消失无踪 也有小型的异兽 站在自己主人的肩膀上 撒娇卖萌 更有甚者 站在巨大鸟泪身上 从空中急驰而过 留下一道仿佛撕裂天空的白痕 这一切都让陈元心情澎湃 充满了对于宠兽的渴望 而且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原来在刚才 陈元看到猛虎心声摇摆之时 一个系统面板突入了他的眼前 暴虎 可进化 属性 无 等级 LV22 种族 猛兽种 猛虎鼠 种族等级 普通 天赋 暴怒 在愤怒的情况下 有几率提高各方面属性 技能 冲撞 猛抓 撕咬尾边 咆哮 在面部最底部 还有着一段属于这个异兽的介绍 金刚虎肉体特化型异兽 有着敏捷的身手与力量 不过精神层面较弱 同样的在陈元的视线 投向天空及时而过的巨鸟时 其面板也浮现在了陈元眼前 与暴虎一样 这只巨鸟的等级种族 还有弱点 也都纷纷罗列而出 对于这一切 陈元本能将一个词脱口而出 卧槽 在高兴与系统牛逼之时 陈元心中也有些许不解 那就是家中老妈的那种白痴鹦鹉 为何没有浮现出面板 话说 它不也是一吃一瘦吗 陈元思索片刻后就放弃了 只能将其归结为 是自己老妈的白痴鹦鹉太废了 完全忽略了 自己今天早上 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陈母的白痴鹦鹉 看着暴虎面板后面的可进化 陈元尝试性地点了点 跳出了十几条进化路线 大量食用火焰草进化而成的火属性暴焰虎 长时间锻炼身躯 力量与速度再次提升的狂暴猎虎 意外被雷电击中 侥幸活下来的暴雷凶虎等等 看着面前这各种各样的进化路线 陈元简直头皮发麻 嘶 这简直牛逼坏了 别的不说 暴虎这种异兽陈元也是知道的 甚至进化路线也知道 教科书里都有学过 其上明确表示了 暴虎的进化路线只有两种 而陈元眼前的系统面板之上 却罗列着多达整整十多种进化路线 陈元作为一个远超自己当前年龄阅历的人 更是明白眼前这些进化路线的价值 毫不夸张地说 这里面的每一条路线拿出来 都可以轰动整个事件 毕竟每一条路线的发现 都需要运气与财富 在一名御兽 使一只异兽进化出全新的路线 为了精准地找出进化的原因 就需要大量的试措 投入大量同种异兽 一个个复刻进化重兽的经历 找出重兽进化的原因 就好比教科书里的暴虎进化路线之一 就是暴焰虎 不过上面记载的就是 火焰草 还有其他三种火系药草与果实 毫无疑问 这其他三种药草与果实都被浪费了 这代表 如果陈元契约了异兽 它都能以最少的代价 来使其进化 更别说 那些没有被发现的进化路线了 甚至那些已经被世人认为 进化到尽头的路线 其后是不是还有进化路线 而且 目前的系统还没有全部解锁 现在只是单单一个探查功能 就是如此的强大 要是全部解锁后 又该是什么样子 想到这里 陈元的内心更是火热 甚至连脚步都轻快了许多 来到自己所在的教室楼层 陈元先是平复了 一下自己激动的内心 才继续向着教室走去 当来到自己的教室门口 陈元就听到了教室中传来的一声声惊呼声 真不愧是灵上能够预定到精甲犀牛 太厉害了 这种强大的宠兽 起码也要几十万吧 几十万 我告诉你 起码要上百万 还是有价无事的那种 说到这里 教室内的众人再次发出惊呼声 不管是围在他桌位附近的 还是待在自己位置上的 都纷纷用充满羡慕的目光看向灵雨 灵雨脸上则挂着灿烂的笑容 接受着大家的吹捧 一边还故作谦虚地表示道 呵呵 一般一般啊 对于这一幕眼前 陈元表示 情绪稳定 拥有成年人思维的他 对于灵雨这种幼稚的炫富行为 毫不感冒 所以 陈元直接就无视掉那边大呼小叫的众人 只是默默地朝着自己的桌位前进 可惜事与愿违 一个经常伴随在灵雨身边的狗腿子眼间 看到了陈元 陈元你知道吗 灵少预定的宠兽 是精甲犀牛眼 说出这句话的人激动不已 就好像他才是获得着精甲犀牛的人 陈元很确定 从高一开学到现在快两个月了 这个人就没有和自己说过一句话 陈元知道他想要听什么 无非就是自己的惊呼声 好满足他那认识大人物的成就感 可惜这人的期待注定落空了 等来的 只有陈元轻描淡写的一句 哦 厉害厉害 与其其中充满了敷衍的味道 说完便不再理会这些人 自顾自地走向自己的客桌 坐了上去 开始整理起书本 他实在对精甲犀牛无感 毕竟从继承而来的记忆中 他见过的牛逼一兽也不少 其中更是有不少远超精甲犀牛的 更别提现在拥有了系统 且坐拥无数精华路线的陈元 对此就更加无感 他有自信 哪怕是一头猪 他都能把他精华成神兽 区区精甲犀牛 只有两个字 那些围着灵语的人 看着陈元这幅表现 只感觉激动的自己 像个小丑一样 灵语脸色也一下阴沉下来 虽然班上的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围着他转 可是在得知这个消息时 多少还是表达了羡慕与惊讶 极大的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没错 他就是来炫富的 他老爹这两年发了一笔大财 走上了人生巅峰 连带着他也起飞了 富裕起来的灵语 果断地选择了炫富装毙的 快乐二世祖生活 可陈元这么轻描淡写的对待 却让灵语深感自己丢了面子 灵语当即装出绅士的模样 明面关心 实则暗地嘲讽道 啊 想必陈大少一定有着 比我更好的选择吧 看到灵语开口 那些依附于他的小弟 更是直接对着陈元开炮 以求博取灵语好感 灵语你太抬举他了 他能有什么选择 也就只能选那些观赏性的异兽罢了 就是就是 他也只能在那些垃圾中挑一挑 说的没错 一个穷屌丝 还敢在灵语面前装毙 而陈元看着 走到自己面前的灵语 与其身旁的狗腿子们 皱了皱眉 这是咬伤我了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了 陈元先是长叹一声 紧接着又充满怜悯地 看着他们摇头道 是啊 我也就只能在垃圾中挑一挑 可是哪怕这样 可能也比某些喜欢给别人做狗的人 强多了不是吗 说完又看向灵语补了一句 你说对吧 灵绍 灵语脸色一僵 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总不能承认这是对的吧 虽然事实确实是这样 陈元的这句话一出口 灵语身边的小弟 就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班级上其他人的目光 一声从周遭传来的憋笑声 让灵语的这些小弟们更加愤怒异常 他们回过头 试图寻找发出笑声之人 可惜一无所获 只好转过头 把矛头对准了一切的始作俑者 要是眼神能杀人 陈元此时已经千疮百孔 比起几人的愤怒 陈元则是一脸的淡定 如果不是嘴角那流露一丝讥讽 简直可以说面无表情 几人正因为陈元刚才的言语 处于极其敏感的阶段 自然里面就发现 其面上的那一丝讥讽 操 你什么意思 小子 你这是给脸不要脸了 有本事 今天放学别走 就在事态 马上就要进一步升级之时 灵语站了出来 拦住了这些人 好了 可灵绍 你看这小子 灵语对着他摇摇头 拍了拍他的肩膀开口道 看我的 看到自己老大发话了 这些人也都暗下了心中的怒火 不过其眼神 还是凶狠地看着陈元 眼中的凶光 就仿佛恨不得 把陈元生吞活泼一般 而陈元则是看着这群人摇摇头 真是脆弱呀 一句话就不行了 在安抚了自己的狗腿后 灵语转头看向陈元开口道 陈元你既然这么有信心 不如我们来赌一场如何 陈元微微皱眉 他虽然知道 灵语不安好心 不过还是开口回答道 赌 赌什么 怎么赌 就用最常用的宠兽对战 时间定在下个月 赌资就赌 一万块钱如何 考虑到陈元的经济情况 怕出价太高 被直接拒绝 所以灵语只给出了一万的价码 而且在灵语的设想中 一万对于陈元这种屌丝 已经是不轻的巨款 足以让其肉痛不已 而灵语没有注意到 当他说出赌一万块钱时 陈元眼中流露出的是笔 那样子 就仿佛在说穷逼一般 是的 陈元其实挺有钱的 只不过陈元这人比较低调 从没炫耀过 用你的惊吓犀牛吗 不不不 免得你说我们欺负你 这样吧 再过几天 正好是董海的生日 正好还在你的后一天 到时候由他来做你的对手如何 说完灵语指向了 刚才他拍肩膀的那个青年 董海 董海一脸猛逼 只觉得头皮发麻 大哥不要啊 我这么多年存下来的灵用钱 和压岁钱 全加起来都没一万 他立马用眼神可怜兮兮地看着灵语 可惜灵语这个渣男并没有搭理他 只是微笑地看着面前的陈元 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陈元的脸色 瞬间变得宛如便秘一般 憋得难受 他怕自己忍不住下一秒就笑出声 这是来白送钱的 既然如此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如果说金甲犀牛还有点麻烦的话 那对于其他异兽 陈元则是有着百分之一千的把握 没错 对于灵语那金甲犀牛 陈元也只是感觉到有点麻烦罢了 真的对上 他可是一点都不虚 没问题 不过一万元钱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这句话一出口 大大出乎了灵语与其小弟预料之外 甚至使他们都冷了一下 这是掉到前眼里了 不知死活了 一个屌丝 叫你一声陈少 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与其他人不同 当事人之一的 董海只感觉心脏剧烈收缩 灵语更是冷笑一声 既然你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陈少你既然嫌少 那我们不如加个灵如何 可以 听到这句话 灵语身边的董海眼中 慢慢失去了高光 就宛如失去了灵魂一样 完了完了 爸妈你们儿子 可能要背上一笔沉重的债务了 与此相对的 陈元的内心则是笑开了花 而全程目睹这一幕的其他同学 都对陈元答应灵语的赌约 且还主动把赌约 加到十万而摇头 比起董海他们 更加不看好陈元 他们不信心主动挑适的灵语 会没有后手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 陈元背负上十万债务的结局了 好 那就这样说定了 说完灵语就带着他的那些狗腿子 离开陈元所在的位置 回到了之前自己所在的座位 董海一脸担心开口道 灵绍 为什么要和他躲啊 要是万一输了 灵语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怕什么 你是对自己没信心吗 这不是怕万一吗 啊 你放心吧 如果你输了这些钱我来出 你不需要担心什么 听到灵语的这句话 董海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灵语的下一句话 更是把他拉到了天堂 其他的狗腿子 更是对着董海 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我还会额外赞助你一只不错的异手 我要你把他狠狠地教训一顿 说到最后 灵语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凶狠 对于他这种富二代 来说最忌讳的就是 别人不给自己面子 如果是有实力就罢了 偏偏是个屌丝 这面子必须找回来 故意挑起赌局什么 都只是为了好好教训陈元 当然 以上只不过是灵语的一小部分目标 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树立起 自己在班级上的绝对权威 让整个班级成为他的一言堂 可以说 今天如果不是陈元 明天也可以是张三里斯 只不过 陈元正好撞上枪口罢了 对此 他自然不介意 再多花一些钱来赞助董海 林少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董海更是立马表起忠心 行啊董哥 这次必须请客了吧 就是就是 林少这么给力 董哥你也不能不大气不识 人逢喜事的董海 自然不会拒绝 大笑着答应下来 哈哈 好说好说 今天放学我一定请大家烧烤摊 好好吃一顿 陈元虽然听不到林宇等人在说什么 不过看其动作也能猜到一些 看着哈哈大笑的董海 陈元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笑吧笑吧 到时候有你难受的 这钱不给你赢过来 我都对不起你们这群SB 陈元你太冲动了 你不应该和他们赌 他们是有备而来 故意坑你的 你还是和他们说些好话 把赌约取消吧 陈元回过头 看向自己的同桌张浩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你还答应他们 露死水手 还不一定勒 等着瞧吧 看着面前自信满满的陈元 张浩摇了摇头 他与陈元的关系 也就一般 但作为同桌 多少还是有些情谊的 该说的都说了 听不听就是陈元的事了 很快上课铃声就敲响了 头上谢顶的班主任 带着书本走了进来 好了 拿出你们的预售课本 今天我们来讲讲 暴虎进化中的知识 放学后 陈元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看着一路上 其他人身边的宠兽 面前浮现出了 各种各样的信息 说巧不巧 早晨那只在天空 留下两道白痕的巨鸟 再次从天空划过 暴猎巨鹰 可进化 属性 风 等级 LV36 种族 猛禽种 猎鹰鼠 种族等级 精英 天赋 急速 在空中俯冲时 可多段加速 技能 着击 撕裂抓雨机 急速切割 飓风风炮 暴猎巨鹰 急速型异兽 强大的精英 急异兽 有远超其他大部分异兽的速度 与实力 若雷前提是你需要打中它 看着面前巨鸟的面板 陈元注意力都在种族等级上 早在今天早上的路上 陈元通过系统 就已经了解种族等级的差距 就好比这只精英的暴猎巨鹰 其就有着远超与同等级 其他普通暴猎巨鹰的实力 就如同种族等级中写的一样 他就是这个种群中 无可争辩的精英 不管是前列 还是实列 都与一般的巨鹰 有着绝对的实力差距 有着能够看透 种族等级的系统 陈元一开始就可以选择那些 有着强大实力 与潜力的重授 这也是 他对于这场赌约的依仗之一 时光飞逝 转眼之间 时间就来到了陈元生日当天 不幸的是 今天正好是周五 不过昨日陈元就已经和老师申请了假期 在得知 陈元今天要去契约重授 老师自然大开绿灯 毕竟在这个世界 契约重授可以说的上是人生大事之一 特别是人生中的第一只一兽 怀着激动的心情 陈元今天早早地就起床 此时窗外的天空 还是一片灰蒙蒙 陈元换上了一套自己比较喜欢的衣服 并且仔细地整理好衣服的边边角角 看着尽忠的自己 陈元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我 真帅 随即陈元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白痴 白痴 看到陈元的房门打开 客厅中的那只鹦鹉就转过头来 对着陈元激动喊道 眼中充满了热切的光芒 就像在说 快来陪我玩 可惜鹦鹉的欣喜 注定无法得到回应 而陈元原本的好心情 更是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减少 头上也冒出了些许黑线 虽然知道 这只是这只鹦鹉学舌的结果 可还是忍一时越想越亏 退一步越想越气 想了想 带到自己面前的陈元鹦鹉疑惑的弯头 白痴 下一秒 陈元急速出手 瞄准了鹦鹉的某个小毛 一把扯了下来 白痴 下一秒 鹦鹉就发出了一声犀利的惨叫声 教训了给自己带来不快的鹦鹉后 陈元只觉得身心愉悦 与之相对的是 眼含热泪 正用翅膀摩擦着自己 被把毛位置的可怜鹦鹉 那副模样 就好像看着一个复兴汉一般 做出这番行为的陈元 就宛如渣男一般投也不回地 转身就朝着厨房走去 打开位于厨房位置的冰箱 从保鲜箱里 拿出了放置其中的面包与牛奶 此刻陈元父母的房门也打了开来 原来刚才鹦鹉的那一声悲鸣 吵醒了陈母 所以 他才出来看看什么情况 一看到陈母出来 鹦鹉立马激动地鸣叫起来 白痴 白痴 一边叫还一边伸出一只翅膀 指向厨房位置 那副就像受到欺负的孩子 正在和自己的家长告状一样 陈母来到了厨房 就看到位于餐桌的陈元 此时 陈元已经吃完了面包 正在蹲蹲蹲的暴风 吸入剩余的牛奶 爽 放下了手中的空牛奶盒 陈元才发现 陈母就站在自己身旁 咦 妈这么早你就起来了 说完陈元还看向了窗外 而窗外此刻 还是一片灰蒙蒙 啊 这句话不应该我来说吗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这个爱睡懒觉的起得这么早 说完还看了眼客厅的鹦鹉开口道 还有别太欺负小白痴 如果要欺负也记得小声点 搞得动静这么大 不知道还以为敬贼了 听到前面那一句 客厅的鹦鹉 不禁露出了感动的表情 可惜感动维持不过两秒 下一句一出来 鹦鹉心态直接崩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主人 把我的感动还给我 千言万语 化作两个字 白痴 可惜这些情感 注定无法传达给陈妈和陈元 只见陈元点了点头道 知道了妈 下次我一定封住她的嘴 再拔她的毛 绝不会让她吵到你 陈母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着陈元露出了一个 如此可笑的神情 那就这样 那我先出门了 说完 陈元站了起来 离开了座位 就打算出门 拒自己爷爷奶奶的御寿幼崽殿 陈母自然知道 陈元起这么早的目的 自然不会阻止她 嫌弃的挥挥手 去吧去吧 话才出口 陈元就以远超平时的速度 穿鞋 开门 关门 碰 这倒霉孩子 也不知道心疼下门 这么没精没重的 干什么也不知道 陈母心疼地看着 发出巨响的房门 看着窗外 还一片灰蒙蒙的天空 再去睡一觉吧 做出决定的陈母迈开脚步 朝着自己的房间 走去 躺到床上后 看着身旁空出来的位置 陈母感觉自己 好像忘记了什么 算了 反正应该 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出了家门 陈元就感觉一股寒流袭来 她不由地抖动了下 今天早上有点冷啊 不过这样的小小困难不算什么 我的宠兽我来了 陈元半跑半走 朝着自家爷爷奶奶 精英的宠兽 幼崽殿前进 安宁镇郊外 一只巨大的异兽 快速奔跑着 四周的场景 更是以极快的速度倒退着 而这只强大异兽的背上 还坐着两男一女 虽然今天的天气有些寒冷 可是他们 却感受不到分毫 原来这巨兽是火属性的异兽 它调节了其背上的温差 而那奔跑 产生的强烈寒风 更是被其巨大的身躯所阻挡 这也导致 哪怕今天早晨如此寒冷 可是其背上的几人 却没有丝毫的察觉 爸妈 我们这么早就去 江大夫会不会还没有起来 哎 没办法 这孩子生病了 要是不尽快去老江 那就医 我怕他可能挺不过去 说完 女子还温柔地摸了摸身边 一只病咽咽的小猫 那没必要 老爸也一起去吧 店里不管了吗 嗨 没事 谁会这么早去我们御寿幼崽店 而且也不差这一点时间不是 你爸说的对 一般人才不会这么早去 你就别操心 男子想了想 觉得自己父母说的没错 这么早也不会有人去 而且 真这么早去的人 指不定有什么大病 而这几个人 正是陈渊的父亲 与其爷爷奶奶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今天早上 还真有这么有大病的人 来到了他们店门口 其身份 还是他们的儿子与孙子 此时家里的长辈都忘记了 今天是陈渊契约宠兽的日子 而唯一 还记得这一切的陈母 也忘记了一大早 陈父和自己说的 帮忙护送一只幼崽异兽 去城里治疗的这一件事 陈渊在前往自家 宠兽幼崽店的途中 一股寒风袭来 让不禁他打了冷战 并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阿帖 陈渊吸了吸鼻子 真是的 那个家伙 又在背后说我帅 我真是太难了 说完 又不禁感慨一声 哎 可能这就是帅哥 所要承受的重量吧 宠兽们 我来了 准备接受本代的灵性吧 爷爷奶奶 你们的宝贝孙子来了 安宁镇 地标建筑 宠兽用品交易中心的旁边不远处 坐落着一栋建筑物 该建筑虽然不是很高 光光目测就起码有着数千米的占地面积 其四周还种植着大量的树木 而这个建筑的正门上 正写着宠兽幼崽殿 门口还树立着一些座椅 给人休息之用 这正是陈渊爷爷奶奶 开的那家宠兽幼崽殿 没错 陈渊家也不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而是妥妥的富三代 只不过 他为人比较低调 导致同学们都只以为 陈渊只是普通家庭而已 陈渊站在寒风中 看着面前紧闭的大门陷入了沉默 这是我出门方式不对 所以爷爷奶奶还没开门 还是他们还没起来 想了想陈渊走上前去 敲了敲电门喊道 爷爷奶奶你们在吗 然而这段话语 注定得不到回应 陈渊再次按照上述程序 再来了一遍 可惜也只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死 前两天还和自己说好 叫自己一大早来店里悬宠兽的 现在什么情况 这也太坑了吧 难道我要再跑 回去找老爹拿钥匙 这个提议才冒头就被陈渊剔除了 毕竟对于陈渊来说家 离这还是挺远的 要十几分钟呢 所以他选择直接掏出手机 从电话簿中 找到自己爷爷的电话 拨了过去 嘟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接 请给对方充值后再拨 陈渊选择直接挂断了电话 找到自己奶奶的电话打了过去 这次倒是没有出意外 直接拨通了 可随即陈渊就发现了一件事 这声音咋还有双音道 想了想陈渊关掉了 自己手机的声音 但是自己奶奶的手机铃声还在响起 而且还是从屋内传来的 陈渊 无奈陈渊再次挂断了电话 打开花费充值界面 输了自己爷爷的号码 点击充值 确认充值成功后 再次打开电话簿 找到号码打了过去 而这时陈渊的爷爷奶奶 还有老爹还在路上 不过也已经临近江寿一所在的城市 听到自己口袋中 电话铃声响起 陈老爷子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肯定是那群老家伙找我 老子又白嫖了这群大冤种电话费 陈奶奶对于自己丈夫的孩子气 也是无奈 故意不交电话 还等找他的老友给他缴费 还叫人大冤种 好了 你快接电话吧 要不然等一下就停了 陈老爷子倒也没拖延 喜滋滋地掏出手机 甚至看也不看就接通了电话 喂 谁啊 是我 爷爷 电话一接通时 陈老爷子还在疑惑自己的老友 那个有这么年轻的声音吗 随着对方称呼自己为爷爷 才反应过来对方是陈渊 这不禁让他庆幸 自己没有一开口就嘲讽对面大冤种 要不然 这就不是一个压碎钱红包 能解决的事了 陈老爷子更是立马上 换了一副嘴脸 露出亲切和蔼的表情 轻声道 是乖孙啊 今天咋打电话给爷爷 陈奶奶和陈父 还在疑惑陈老爷子的花式变脸 随着陈老爷子的话语出口 都明白过来 陈奶奶更是憋不住 发出了笑声 同样的他也想到 刚才陈老爷子 叫自己孙子大冤种的这件事 爷爷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不过他明白陈渊不会无敌放逝 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随即他便开始努力回想 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 很快灵光一闪 记起了前几天 与陈渊说好的一件事 乖孙的生日 更是签订第一只异兽 成为其宠兽的日子 嘶 想到这里 陈老爷子心里咯嘣一声 嘴中更是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比刚才的大冤种 严重多了 一个处理不好 就不是什么红不红包的事了 这个爷爷当然知道 今天是你七月异兽的日子 嗯 我现在在店门口 爷爷你回来开厦门 陈老爷子 只感觉手中的手机格外地烫手 看着陈老爷子 那格外难看的表情 陈奶奶询问道 咋了 出什么事了 陈老爷子 先是用手遮住手机 以防晨员听见 努力压低自己声音 瞧咪咪说道 乖孙到店门口了 来契约他的第一只宠兽了 听到这句话 陈奶奶和陈父都是一惊 和陈爷爷一样 他们都忘记了这件事 怎么办 陈老爷子满脸 凝重看着两人 既希望于陈奶奶与陈父 指望他们能出个好主意 你看吧 叫你看店你要出来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总不能放着这孩子不管吧 陈老爷子震惊了 前不久 是谁还说别操心 这么早不会有人的 现在就全部甩锅 给我了 哼 女人 当然 现在回头也已经不现实了 毕竟马上就到平城了 而且陈奶奶怀中的小猫 外表的宠兽 也拖不得时间了 无奈之下 陈老爷子 转头看向陈父 面容上充满了严肃 正在陈父疑惑之际 你咋回事啊 乖孙契约宠兽这么重要的事 你都能忘 你就是这么做父亲的吗 陈父 这是把锅都丢到我头上了 我是你亲生的吗 这么丢你的良心 不会痛吗 陷入困境的陈父 开始快速开动脑袋 突然他灵光一闪 咦 不对啊 我出来时 和孩子他妈打过招呼了 就算我们忘记了 陈原出门他 也应该会告诉陈原 我们出门了呀 这句话 给了陈老爷子提示 他立马再次接起了手机 喂喂 爷爷你还在吗 哦 在在在 这里信号不好 刚才有点断断续续的 对了 乖孙 你现在店门口对吗 嗯 就等爷爷 你还开门了 你妈没和你说吗 说什么 就是店里有只幼崽生病了 现在我们正骑着你爸的宠兽 前往城里的路上 陈原 陈原麻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早早出门顶着寒风 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 最过分的 陈母竟然没把这么重要的消息 告诉自己 还目送着自己 并挥手告别 陈原的心冷了 冬天的寒风都没让他这么冷 可目以成舟 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那爷爷 你们要多久才回来 不太清楚 不过应该需要一点时间吧 就是说花不了多少时间对吧 嗯 应该是吧 那行 那我就在门口等 你会好了 说完不等陈老爷子回话 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而陈老爷子 看着挂断的电话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陈奶奶看着陈老爷子 那难看的表情 疑惑道 咋了 乖孙生气了 那倒没有 那你脸色这么难看干什么 他说 在店门口等我们 你没和他说 我们这一趟 最少要两个小时以上吗 我说了啊 需要一点时间 他听上一点时间了 你说话说清楚点会死啊 陈老爷子没有反驳 只是沮丧地低下了头 想要回波过去 却迟迟无法下手 只觉得手上的手机 有千斤之重 在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后 陈老爷子放下了手中的手机 算了 还是见面再说吧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天空上悬挂着的太阳 也一步步升高 坐在门口椅子上的陈元 看着手机上的显示的时间 陷入了沉默 此时距离爷俩通话时间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无奈陈元只能长叹一声 爷爷 有点不靠谱啊 不过陈元并没有如同 陈老爷子担心的那样生气 相反的他很平静 如果是只有高中心理年龄的陈元 说不定还会大发脾气 可此时拥有成年人心智的陈元 对于陈老爷子的失约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 他明白 世间总是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 导致约定被打破 前世的一条新闻 他还记忆犹新 那就是一位男子与女子约会 结果男子路遇不平 见义勇为 导致了耽误了时间 等他来到约会场所时 对方已经生气回家了 最后已分手告终 后来男子见义勇为的行为 被人扒了出来 新闻更是大家报道 其后的各种发展 更是让各大吃瓜网友直呼过瘾 所以 陈元觉得自己爷爷 应该也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抗力的原因 不过长时间的等待 还是让陈元感到厌烦 好无聊啊 去散道部吧 说干就干 陈元立马行动起来 试图用散步打发一下时间 让自己没那么无聊 不过陈元并没有走远 而是围绕着自家宠兽幼崽殿走着 转过一个墙角后 又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围墙 真是大啊 陈元不禁发了感慨 看着四周的树木 陈元的内心也不由地平静下来 突然陈元的眼角 好像看到了什么 他猛地回过头 看向自己店面围墙上 那是一个长着可爱娃娃脸的人形生物 他正双手撑在墙上 探出脑袋 好奇地观察着外面世界 看到陈元的视线投来 吓得他瞬间缩了回去 一会后 才再次小心翼翼探出头来 爷爷店里竟然还有小精灵 对于面前异兽的出现 陈元很惊讶 毕竟 这可是极其稀少的宠兽 甚至达到了罕见的水平 可以说 找遍一个城镇区域 都找不到一只小精灵 不过这并不代表 这种异兽很强大 恰恰相反 小精灵是以弱和废著称的宠兽 他基本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也没有多少辅助能力 至于为何陈元会知道 则是因为其稀少数量和废材的战力 被人们当作反面教材告诫他人 宠兽不是越珍贵就越强这件事 甚至因为珍贵 导致人们根本无法用穷举法 推测出其进化路线 反而是那些大众的宠兽 靠着大量的数量 摸索出来各种大量的进化路线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契约小精灵 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严控 其中也有人意外是小精灵进化 那是一只火精灵 全身覆盖着火花组成的一群 操控着火焰战斗 强大且美丽 这一度引爆了其他人对小精灵的兴趣 可惜这并没有维持太久 很快小精灵就又没落了 就像上面说的那样 其稀少的数量 导致至今都没摸索出 此人的火焰精灵是如何进化来的 就更别提起后续的进化路线了 虽然小精灵进化的火焰精灵很强 不过随着其他宠兽的二次进化 甚至三次进化 极距离再度被圆圆甩开 这也导致小精灵 一直都是滑而不实的象征 陈元看着眼前的小精灵 自然也想起了这些 同时 他对于小精灵如何进化成的火焰精灵 也是十分好奇 特别这是 还是无数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这就更让陈元感兴趣了 小精灵 等级不足 无法进化 属性 无 等级 LVE 种族 幻想种 精怪鼠 种族等级 首领 天赋 可爱 麦蒙石 加成巨大 技能 巴掌 唱歌 麦蒙 小精灵 极其珍贵的人形幻想种异兽 全能型 无弱点 喜欢稀释花露 在面板浮现后 陈元就立马点进起进化路线 立刻面前就浮现出来 各种来自小精灵的进化路线 其大部分进化路线都与元素有关 火精灵 等于LV15加火元素气息重的位置 或任意火属性二阶药草 水精灵 等于LV15加水元素气息重的位置 或任意水属性二阶药 风精灵等于LV15加风元素气息重的位置 或任意风属性二阶药草 土精灵 啊这 这么简单的吗 谁能想到 小精灵的进化竟然需要的条件 是如此简单 有人可能会以为 这些元素气息重位置不好 找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火山口 海边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甚至一场比较大的火 或者下大雨刮大风 都可以完成就这个目标 二阶药草虽然不便宜 可只要舍得花钱 那也是各个商场都有卖 对此 陈元直接无语 陈元不用细想就能猜到 考虑到小精灵的战武渣 之前那些小精灵的御寿师 八成都没有派出小精灵战斗 也没有去认真培养 导致其等级无法满足要求 或者就是照顾得太好 使其没有机会接受到元素 打雷怕吓着 下雨怕林道 刮风怕吹倒 这才导致了 只有一个小精灵进化成了火精灵 得知真相后 还真是索然无味啊 陈元关闭了进化路线 回到了之前的面板 突然陈元睁大了双眼 仿佛看到什么恐怖的事物一般 嘶 这只小精灵 竟然是一只首领级别的 这一发现 让陈元瞪大双眼看向了 还趴在墙头 看着陈元的小精灵 要知道 种族等级代表的是 整个种族中的潜力与实力 如果一只宠兽能获得精英头衔 就代表着 其拥有远超其他宠兽的实力与潜力 就更别提首领了 这可是精英之上的种族等级 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 想到这里 陈元简直头皮发麻 他明白自己遇到宝了 而且 恐怕翻遍整个平城 甚至整个福安省 可能都再也找不到一只 还处于出生期 就已经是首领级的宠兽了 就更别提 是数量稀少的小精灵了 瞬间陈元就打定了 自己第一只异兽的人选 并火热地看着墙上的小精灵 幸好爷爷奶奶没在 也多亏了老妈忘记了告诉我 要不然就错过了 此时的陈元 是真心由衷地感谢陈老爷子几人 放他鸽子与陈母坑他 按照设想 不用多说 陈老爷子肯定不会推荐 小精灵这种知名菜鸡 反而会推荐那些 高大上的优质宠兽给他 那时候 可就真错过了这几瓶宠兽了 想到这陈元唏嘘不已 真是或吸服之所以 服吸货之所服 这个寒风没白动 陈元用火热的视线 盯着墙上的小精灵 不知道是不是 其眼神中的光芒过于灼热 使得原本不再怕生的小精灵 吓得再次躲了起来 陈元等待着小精灵的再次路头 趁着这段时间 陈元开始在心里快速地组织语言 企图用最少的语言 安全而又高效地 博取小精灵的好感 在脑力全开下 陈元很快就组织好了 自己的行动方式 一切就等小精灵冒头了 十分钟后 陈元看着空空如也的墙壁 陷入了沉思 该说真不愧是爷爷店里的宠兽吗 不过这样也好 我还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有了目标的陈元 离开了自家的御寿宠物店 火急火燎地前往了 不远处的重售用品交易中心 而在陈元离开不久后 小精灵再次冒头 却发现陈元已经离开 救命 陈元一来到重售用品交易中心门口 服务员就微微弯腰 你好 欢迎光临 进店以后 陈元没有去到处乱逛 而是直接来到了柜台处 不等柜台的工作人员开口 陈元就快速说出了自己的需求 这里有没有卖蜂蜜 说完 陈元又补了一句 最好是大部分异兽 都会喜欢的顶级蜂蜜 柜台员工被陈元这一搞愣了一下 很快反应过来露出笑容 你好客人 我们这里有很多种类的蜂蜜 如果是大部分异兽都喜爱的话 我们推荐这款蜂蜜 说着 从柜台后面的架子上 拿出了一罐看起来 就很高大上的包装的蜂蜜 其中的金黄色的液体 仿佛还透露着些许荧光 看起来就让人感觉食欲大开 甚至陈元自己都想来上一口 陈元明白 这个蜂蜜正是自己需要的 这款蜂蜜是由金甲蜂生产 口味香甜 美味异常 如果是低等级异售的话 还能为其增加一定的实力 不等工作人员口若悬河地介绍完 陈元直接掏出手机 扫码吧 多少钱 呃 13888元 话才说完 旁边的机器就响了起来 叮 支付成功 13888元 接着陈元立马拿货走人 柜台员工看着陈元渐渐离去的背影 这就是土豪嘛 连价钱都不压 搞得的我好不适应啊 陈元抱着手中的花蜜 心头火热 他明白 这次契约已经十拿九稳了 按照系统提示的这只小精灵 喜欢花鹿 说白了 不就是花粉泡水吗 蜂蜜不正是蜂类采集花朵而来的吗 可以说 蜂蜜就是花鹿的超级无敌浓缩版 陈元相信 等他看到这罐蜂蜜 闻过香味 并且品尝过以后 一定会沉迷其中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爸带着陈老爷子和陈奶奶 也来到了店里附近 他们的脚步十分沉重 陈奶奶的手上 依然抱着那只小猫 他的眼角微微泛红 至于小猫 他还是那副虚弱的模样 甚至比起早晨更加虚弱了 看起来就好像时日无多了 这次去平城的会诊 是失败的 在平城老友的检查下 只得到了其身体状况 非常健康的结果 这和此前本地医师 检查是一样的结果 本以为是本地的医生水平不行 没想到送到平城的老友那边 还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妈你别难过了 生死有命 哎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本以为能看到 他找到属于自己的御寿师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说完又抹了抹眼角 陈老爷子的也很难受 和陈奶奶一样 他也是看着这只小猫长大的 不过 马上他的心情就变了 变得更差了 看着店面口的空空如也 陈老爷子内心咯嘣一声 完了 乖孙等 太久生气走了 他已经开始思考 该如何换取陈渊的原谅了 是一个万元大红包 还是十个万元大红包 可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这边急驰而来 正是陈渊 陈渊远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老爹 与爷爷奶奶 内心不禁感叹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本来打算前往小精灵出没的墙边的打算 也直接改成了 直接进屋找他 很快 陈渊就冲到了三人面前 呼呼呼 爷爷 快 快开门 伴随着急促的呼吸 陈渊快速说道 看着陈渊这副模样 陈父不禁皱眉 这么大人了 撒孩子吗 碰 不等陈父话还没说完 他的脑袋上就挨了一巴掌 他转过去 就看到了一脸凶狠模样的陈老爷子 咋和我乖孙说话的 说完这句话后 下一秒 陈老爷子的脸上就花式变脸 换上了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 转头对着陈渊的轻声说道 乖孙 你等一下 爷爷马上就帮你去开门 说完就麻料地跑过去 打开了房门 只留下陈父看着自己老父亲的背影 内心五味杂陈 爸 你可知道 就是因为你这样 我的家庭地位才是垫底的 想到伤心处 陈父不禁抽了抽鼻子 就在陈老爷子去开门时 陈渊注意到了奶奶手中 那只有气无力的猫 目光也不由地被吸引 咦 这就是那只生病的异兽 陈奶奶点了点头 嗯 就是这个孩子 可是他并没有病啊 陈渊的话一出口 就惊到了几人 原因无他 陈渊竟然只看一眼 就得到了那些专业医师的同样结论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没病 此时开完门回来的陈老爷子 和陈奶奶 还有陈父都对陈渊 如何得出这一结果 感到好奇 啊 这倒把陈渊给问梦了 系统的存在 是他最大的秘密 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也不能吐露 这并不是陈渊不信任自己家人 无他 怕被当成精神病儿 至于面前这个异兽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问题 从一开始陈老爷子三人 就先入为主了 他们要找的不是医师 而是宠兽培育师 影猫 进化中 属性 暗影 等级 LV10 种族 猛兽种 妖猫鼠 种族等级 普通 天赋 前行 在阴影处时 影猫会遁入暗影之中 技能 疯狂乱抓 突袭 被刺 幻影分身 影猫阴影中的刺客 有着极强的偷袭能力 与隐藏能力 相对的是其脆弱的肉体 目标正在进化中 极度缺乏暗影能量中 是的 这只异兽正在进化中 其看起来并奄奄 只是因为把全身能量 都拿去维持进化了 至于为什么越来越虚弱 这就要怪几人乱投医了 如果一直待在阴影处还好 可是偏偏带着他乱跑 如果说 处于阴影中 影猫还能汲取到 那一丝丝暗影能量 来维持自身 那么这两天 四处奔波看一的影猫 也就直接抹了 为了不暴露系统 陈元在思考一番后 谨慎地开口道 其实我这两天 看书的时候 有看到这种情况 那只异兽的情况 与这只影猫 现在的状态极其相似 当然这句话 是陈元鬼扯的 根本就没有这件事 只是借口罢了 陈副很惊讶地 看了陈元一眼 这小子 还会自己找额外的 宠兽书记看 我咋不知道 在他的印象中 陈元除了吃喝睡 就没别的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儿子竟然在背着 自己偷偷地努力 想到这陈副 不禁陷入了自责 深感自己对儿子的 关心不够 也为之前错怪陈元 感到愧疚 他决定 这次回家 一定给陈元去书店 买上那一套经典的作题书 他的名字叫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一本充满各种 宠兽知识的神书 势必要助自己儿子 一臂之力 想到这里 陈副的眼中 就仿佛燃烧起熊熊火焰 突然陈元不禁抖动了下 他疑惑地看向四周 咋回事 我怎么感受到了一股恶寒 是错觉吗 在一番四周观察后 发现无事发生 陈元也只能疑惑地 将这股恶寒 给抛之脑后了 回头看了眼 自己奶奶手中的银猫 继续开口说道 根据那本书里写的情况 他应该是能量不足 所以才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是为了减少能量损耗 此话一出 瞬间惊醒了陈老爷子三人 在结合了这段时间 检查多是健康的情况后 三人立马认同了这个说明 他们并不是没有常识之人 只不过是之前先入为主了 才会一直以为 尹猫生病了 这也正应了那句话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你是说 小尹她要进化了 陈奶奶看着手中 有气无力的尹猫惊讶到 对此陈原点了点头 应该是这样 说到缺少能量 一般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孕育新生命 二是进化的时候 至于第一种情况 则根本不可能 毕竟这只尹猫 自己都还是个宝宝 唯一剩下的情况 就只剩下进化了 当然 尹猫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宠兽的进化 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秒进化 有的需要拖许久长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 几人都没有考虑这种情况 毕竟进化的可能实在太低 被他们先入为主地否认掉了 对于陈原给出的这个结果 几人都不由惊讶地 朝尹猫多看了几眼 老头子快 赶紧去拿一些能量药剂 心疼尹猫的陈奶奶 立即下令 随即独自抱着尹猫 先一步走进殿中 准备寻找一片 比较阴凉舒适的地方 安置尹猫 哦 陈老爷子立马应下 接着指着陈父 你快点去拿些能量药剂过来 陈父 什么鬼 老妈不是叫你去吗 干嘛找我 看到陈父待在原地发呆 迟迟未动 陈老爷子先是眉头一皱 紧接着目入凶光 咋的 老子说话不好使了 正在走神的陈父 正好对上了陈老爷子的犀利眼神 瞬间惊醒过来 麻溜地走了 对了 老爹记得选暗影能量的 他更适合影猫 听到这道属于陈原的声音 陈父突然灵机一动 回头 看着陈老爷子身边的陈原 流露出一丝不怀好意 不过再看到 就在其身边的陈老爷子后 算了 还是我自己去拿吧 看着乖乖去拿药剂的陈父背影 陈老爷子轻哼一声 算你实相 要不然有你好看的 紧接着转过头满脸 和蔼笑容 走 乖孙我们去选宠兽 爷爷前几天特意托那些狐朋狗友 为你准备了一些极品宠兽 又宰包你满意 说着 就要拖着陈原去看看 哪知陈原却摇了摇头 爷爷我已经选好了 什么 你选好了 你选什么了 陈老爷子很惊讶 他不知道陈原什么时候 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不过 他并没有否认陈原的选择 而是想确认下 陈原选择了什么 毕竟自己孙子喜欢就好 大不了自己多去找那些老家伙 敲点好东西 给自己乖孙宠兽用上 嗯 我选好了 说着 陈原指向了刚才 遇到小精灵的那个方向 就在那个院子里的 那只小精灵 陈老爷子一边听着 一边点头 他相信 从小就在自己这接触 大量宠兽的陈原 眼光不会差到哪去 突然他皱起了眉头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等等 乖孙你刚才说什么 嗯 我选好了 不对 是下半段 下半段啊 就是那边院子里的小精灵 死 听到这陈老爷子 倒吸一口凉气 什么鬼 小精灵 那有名的垃圾废材宠物 不行 自己说什么 都不能让乖孙误入歧途 不对 等一下 自己店里哪来的小精灵 陈老爷子突然想到 自己店里根本就没有养小精灵 陈原看着陈老爷子的表情 从震惊到坚定 再到奇怪等一系列转变 不禁问道 爷爷 你咋了 陈老爷子一脸古怪 没什么 你确定你看到了小精灵 嗯 乖孙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们店里没有养小精灵啊 听到陈老爷子这么说 陈原先是一愣 很快就想到了原因 爷爷 你真逗 为了不让我契约小精灵 还特意装得这么想 真是的不说了 等我契约完小精灵再说 说着就自顾自地走进店里 前往小精灵所在的位置 毕竟也不是第一次来 陈原对于店里布局十分熟悉 他开始静止地前往 自己发现小精灵时的 那个墙边的院子 看着陈原离开的背影 陈老爷子没有跟上去 他很确定自己店里 并没有养小精灵 心里觉得 一定是陈原自己看错了 自己的店 什么情况 他还能不清楚吗 这样也好 这样我托那些家伙 送过来的极品宠兽幼崽 就还能派上用场 不过小精灵嘛 看来乖孙喜欢颜值高的 不行 我要去给那几只打扮打扮 想到这里 陈老爷子也立马开始了 自己的行动 陈原则独自一人 开始穿梭于层层建筑物中 不过因为 这个店铺实在是太大了 多少还是花了 他一些时间 才来到了当时 见到小精灵时的院子 这个院子里 充满了绿意 大树与各种植物与花草 其中甚至还有两棵草 在嬉戏打闹 这个院子 是专门独属于 植物类型虫兽的院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 这个院子里的植物 都是虫兽 植物虫兽 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其大部分 还是这儿八经的普通植物 在来到这里后 陈原立马吸引了大量的注意 不过很快 宠兽们又开始自顾自地玩耍 不再理会他 而陈原 也并没有发现 小精灵的踪迹 不过他丝毫不慌 他相信 小精灵一定就在此处 陈原拿出了准备的高级蜂蜜 一把打开 随即 一股诱人的香气朋友而出 开始朝着四周弥骂而去 就在陈原自信于小精灵 一定把持不住诱惑出现时 意外发生了 只见蜂蜜盖子打开的一瞬间 所有植物宠兽的目光 在一瞬间 全部投向了陈原 哪怕是没有眼睛的 其方向也转了过来 他们都能感受到 陈原手中蜂蜜的诱惑 其甚至比他们最喜欢吃的金科拉 更加诱人 咕咚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陈原不禁吞咽了下自己的喉咙 只觉得手中的蜂蜜 格外烫手 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中 陈原或许还会大呼牛逼 顶级蜂蜜 YYDS 可现在看着眼前这些死死盯着自己 或者说盯着自己手中蜂蜜的一群虫兽 陈原的内心纠结万分 其既高性蜂蜜的强大效果 又淡疼于其过分强大的效果 陈原甚至想 如果自己买第一档次的蜂蜜 会不会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陈原的目标出现了 救咪 小精灵揉着自己睡眼惺忪的眼睛 出现在了一颗树上的枝丫之上 一边用他那绣针的小鼻子 绣着空气中的味道 露出渴望的表情 很快 他就发现了其源头 并把目光也投向了陈原手中蜂蜜 救咪 原来刚才小精灵正在小睡 正是这股来自陈原手中的蜂蜜香味 让他醒了过来 看到郑主的到来 陈原的内心多少还是得到了一丝慰藉 最少自己手中的蜂蜜是有效的 不过这并不代表危机解除 相反此刻植物虫兽们 还在互相死死盯着陈原 不过也仅此而已 他们并没有贸然发起行动 反而是在盯着陈原的同时 也互相警惕地看着同位院子里的同伴 他们都能感受到 这个蜂蜜对他们的成长有着不错的效果 每个植物都在内心中对其充满了渴望 眼看局势就要这样僵持下去之时 小精灵站了出来 救咪 他先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陈原 随后再指向在场的所有植物重授 所有植物互相看了一眼后 接着以自己的交流方式开始交流起来 期间不停地发出沙沙声 最后所有植物都达成了共识 都对小精灵点了点头 同意了由小精灵作为代表和裁判来进行分配 接着陈原就看到小精灵飞到自己的面前 指了指蜂蜜 又指了指自己 救咪 那个模样就仿佛在说 能不能把手中的蜂蜜给我一样 对此陈原自然是欣然接受 毕竟这本来就是买来给小精灵的 陈原伸出手 把蜂蜜放在自己的手心之上后 将手送到了小精灵的面前 救咪救咪 对着陈原开心大叫两声后 小精灵开心地用手臂环绕住整个蜂蜜瓶子 吃力地将其抱起 并来到了植物之间 开始分享起蜂蜜来 有口气地则用嘴巴吞食 没有地则将蜂蜜涂在自己那形式双腿的根部 所有植物都仿佛露出了享受般的表情 小精灵也在这期间 时不时舔食着自己手中的蜂蜜罐子 每次舔食他的双眼 都会快乐地变成月牙的形状 这就让在小精灵的分配下 所有的植物宠兽都十分满意 上一秒还见把弩张的院子内 此刻已经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趁着这个时候 成员来到位于植物中间的小精灵面前 而作为带来如此好吃与奇效蜂蜜的好人 植物们也没有阻止其地接近 可以说 此刻成员靠着蜂蜜 已经收买了在场的所有宠兽 此刻成员在这些宠兽眼中 就是大大的好人 或者送好吃蜂蜜来的工具人 这次看着成员接近 小精灵也没有像上次在墙头那般躲起来 只是疑惑地看着不断接近的成员 能不能成 就看这一下了 他在足够接近小精灵后 先是进行了一下深呼吸 来试图平静自己的不安 接着 成员认真地看着面前的小精灵开口道 你愿意成为我的契约宠兽吗 虽然出生的小精灵不太理解成员在说什么 不过觉得成员是好人的出生小精灵 还是点了点头 一瞬间成员的内心就从不安 直接飞上了天堂 嘴角更是不受控制的裂开 如果不是害怕吓到小精灵生出起来变故 这个时候成员恐怕已经疯狂大笑了 为防止持着生变 成员立刻伸手触碰小精灵 下一秒就开始按照教程里面所教导的 开始参试沟通小精灵完成契约 一瞬间 二者的身上都开始发出强烈的荧光 地上也开始浮现出 铭刻着不知名符文的法阵 法阵出现的瞬间 立马就将其附近的植物虫兽全部逼退 被逼退的植物虫兽没有不满 反而自己再次主动退开 敬畏地看着面前出现的法阵 乖孙 你在哪 爷爷我带你去看看那些疾病虫兽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从外面传来 正是为几只虫兽 进行一番打扮后的陈老爷子 其手上还拿着书毛的梳子 上面还粘连着一些不知名虫兽的毛发 不过此刻正处于契约关键时刻的成员 已经无暇踏骨 他感受到了一股力量 从小精灵身上传导而来 这正是签订契约的反馈 预售师会获得来自虫兽的一小部分力量 其中大约是5%左右 虽然不多 可是多少还是使得预售师 有了一些自保能力 不过此刻成员的注意力并不在这 他的意识海中开始产生剧烈变化 一座森林开始在他的意识海中浮现出 这正是成为预售师时 可以获得的宠兽空间 一个必定最适合当前签约宠兽存在的地方 更是宠兽休息和恢复的场所 在宠兽空间内 哪怕是身受重伤 宠兽也可以以极快的速度 恢复自己的伤势 虽然宠兽空间有着诸多优点 可也不代表 宠兽就喜欢待在宠兽空间 就有一部分宠兽就希望待在外面 而不是宠兽空间之内 陈老爷子看到陈渊久久没有回应 开始朝着陈渊离开时的方向走近 当看到了陈渊此刻的模样时 陈老爷子长大了嘴巴 瞪大了双眼 甚至于手上抓的梳子从手中滑落 他都没有注意到 作为过来人的他十分熟悉 这正是契约时产生的光芒与法阵 其中那个人毫无疑问是自己的孙子 不管是那熟悉的身高和体型 陈老爷子赶紧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正在发光的存在 看着齐类人的形态 秀珍的模样 再结合自己孙子之前所说的小精灵 陈老爷子内心咯嘣一声 完了 彻底完了 陈老爷子心态直接崩了 瞬间陈老爷子老泪纵横 乖孙爷爷对不起你啊 我以为你只是看错了 没想到 竟然真的有只小精灵 都怪爷爷 一时不察 让一只小精灵暗藏在家 害了你啊 此时目已成舟 哪怕万般不愿 陈老爷子也只能接受这一切 随着陈元与小精灵光芒达到最高点 二者的契约也签订完成 接着 二者身上的光芒开始隐没 脚下的法阵也开始缓缓消失 陈元与小精灵也睁开了双眼 两者眼神对视的瞬间 都仿佛知道了对方的所思所想 契约完成后 陈元和小精灵的内心已经紧密相连 甚至可以说 哪怕是伴侣 也比不上御兽与御兽师之间的关系 从今天起你就叫小灵吧 救命 宠兽幼崽垫大厅中 陈元坐在一把椅子上 手上抱着他刚刚契约的小精灵小灵 而此刻陈元的御兽小灵正紧张地看着四周 袖珍小手更是紧紧地抓着陈元的衣服 感受到了小灵的紧张 陈元伸出了自己的手 抚摸着他的脑袋 试图安抚他的情绪 还别说立竿见影 在获得陈元安抚后 小灵的情绪果然安稳了不少 甚至开始享受起来 那副模样就像一只慵懒的小猫一般 陈元抬起头看向前方 此刻他的前方正分别坐着陈老爷子 陈奶奶以及陈傅 这场面就宛如三堂会审一般 现场更是充满了压抑的气氛 他们都有一点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脸上十分难看 如果非要找不同的话 那就是陈奶奶的脸上格外严肃 而陈老爷子则十分颓废与自责 至于陈傅的脸上则是十分奇怪 原来在陈奶奶和陈傅在安顿好影猫后 正好遇到了失魂落魄的陈老爷子 得知陈元契约了一只小精灵后 二人都十分震惊 在得知前因后果后 陈奶奶更是把陈老爷子臭骂一顿 破抹星子更是直接飞到了陈老爷子的脸上 陈傅则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老爷子带来的消息 自己儿子竟然契约了一只不知来地的废物宠兽小精灵 喜的是看到了这么一出大戏 甚至让他暗爽不已 毕竟没有什么比看自己老爹挨老妈妈更爽的了 甚至于一时间 他都感觉陈元契约小精灵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平反了一些自己的心情 错一注成多骂无意 陈奶奶马上就带着陈傅和陈老爷子找到了陈元 这也就有了一开始的三堂会神 不过虽然说是会神 可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作为发起人的陈奶奶坐在正中间的位置上 他先是看了看颓废的陈老爷子 此刻的陈老爷子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直在轻声嘀喃道 乖孙爷爷对不起你啊 都怪爷爷 陈奶奶转过头 这家伙没救了 接着他看向自己的儿子 与陈老爷子一样 陈傅也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呢喃着 太爽了 果然还是老妈牛逼 好久没看到这场面了 真是太爽了 这家伙也没救了 看我骂你老爹 你就这么高兴吗 虽然是这么想 可是陈奶奶自己也没有主动开口 其实她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指责 怒气不争 最后还是陈元看不下去了 主动打破了这压抑的环境 爷爷奶奶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放心吧 我选择小林有我自己的打算 可是 她是小精灵啊 不 小林是最棒的重兽 相信我 在说出这句话时 陈元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伸出右手握在自己面前 那副模样 就好似握住了看不到的命运丝线一般 一时间 众人都能从陈元身上感受到 其透露出的强大自信 她是切实地相信 小精灵的强大潜力 小林也感受到了 自己玉手势的气魄 也飞了起来 站到了陈元的肩膀上 学着她的样子 摆出了这副姿 救命 一时间 陈奶奶他们 都被陈元的这股强大自信 给震撼到了 不过在转头看向其肩膀的小精灵时 他们还是面露奇怪之色 你到底哪来的自信 靠这废才小精灵吗 一时之间 全场再次陷入沉默之中 最终 陈奶奶长叹一声 罢了 木已成舟就这样吧 虽然你第一只宠说差了点 不过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最多也就是比别人起步晚一点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时间会证明我的选择的 说完 陈元就站起身 先行一步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了三人 面面相去 老头子 干嘛 联系你的那些培育师朋友 找他们干什么 请他们帮忙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条 小精灵大体进化路线 听到这陈老爷子里面懂吗 小精灵的难点是什么 世人都知道 那就是其进化 只要找出进化路线 那废虫就不是废虫了 好 我马上去联系他们 说干就干陈老爷子 拿起手机就拨了过去 都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接 请给对方充值后再拨 陈老爷子 关掉换个号码 都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接 请给对方充值后再拨 不死心的陈老爷子 再次换了一个号码 都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接 请给对方充值后再拨 陈老爷子看着手中的电话 一脸蛋疼 你们是狗吧 不就说了一句 你们是大渊种吗 至于全都这样学我吗 无奈有求于人的陈老爷子 只好给对方乖乖充值 之后再给几人打去电话 哟 这不是陈大渊种吗 撒了太阳西边出来来 给我打电话 陈老爷子满头黑线 手中的力气也不自觉地加大了一点 导致手机都被捏出了一些搁置声 少说废话 我要你帮个忙 哦 这是你求我帮忙的态度吗 陈老爷子的手上不禁又加大了一些力度 一道裂纹出现在了屏幕上 请你帮个忙 行了吧 啊 爽多了 说吧什么事 帮我找一条小精灵的进化路线 对方 下一秒 对方就挂断了手机 陈老爷子 陈老爷子看着手中的手机 再次找到对方的号码拨了过去 随后啪的一声 立马就被挂断了 老爷子也不气馁 再次拨了过去 在经过几次拉扯后 终于对方再次接通了陈老爷子的电话 一接通 就是一个三连 帮不了 就这样 别打了 这么多年朋友了 叫你帮个小忙 这么难吗 小忙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一开口就是小精灵的进化路线 你知道 那个有多难吗 现在就连已经出现过的火精灵 都没研究头 你知道吗 陈老爷子沉默了 这些东西 他自然十分清楚 看到陈老爷子 久久没有言语 对方也停了下来 说吧 到底咋了 你总不会无聊到来 我这找喷吧 作为老友 他十分清楚 自己这位朋友的高傲 能让其接受自己的吐槽这么久 还没有任何反驳 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我孙子契约了一只小精灵 此话一出口 对方就是倒吸一口凉气 令孙真是口味独特呀 对此 陈老爷子在心中也是长叹一声 哎 谁说不是呢 他也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孙子竟然是个严控 此时 陈元对于自己的风平被害一无所知 他正带着小菱形走在路上 在道路上的陈元 并没有认真注意自己脚下的路面 他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眼前 那只有自己能看见的透明面板之上 原来在陈元契约小菱后 系统成功解锁了 丁 恭喜宿主成功契约第一只宠兽 初级培育配方以解锁 丁 希望宿主再接再厉 提升一只宠兽LV30 且契约三只一兽后将进一步解锁系统 如果一开始 系统只赋予了其看穿宠兽数据的话 那么现在的系统 才可以真的被称为宠兽培养辅助系统 哪怕只是初步解锁 陈元就可以感受到其强大 上面开始罗列出了各种初级培养兽用品的配方 加快恢复宠兽体力与伤势的初级恢复药水 能够温和无害 提升宠物实力的初级能量方块 提高各种属性威力的各种初级配方 诸如此类等等 就拿初级恢复药水来说 虽然系统上显示的是初级 可是在看过他的说明后 陈元已经发现 其效果与市面上那些数万元的高级恢复药水 效果相当 虽然陈元非常渴望 立马就去宠兽物品交易中心 大肆采购自己所需的材料 不过此时的他 并不是在前往宠兽物品交易中心的路上 陈元此刻所走的这条路 是前往秘境的方向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 一个小镇为何会有一个宠兽物品交易中心 那就是因为 安宁镇拥有着一处初级秘境 秘境是一个额外的空间 或者说额外的小世界 它依附于玉兽星 并连通于世界各处 其面积有大有小 小的可能只有一个省份的面积 大的话 甚至能达到小半个玉兽星大小的面积 这可就非常夸张了 要知道 玉兽星的星球面积 可比地球大多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路途后 陈元在一个气派的建筑物面前停了下来 玉兽师协会 看着面前建筑物 陈元轻声念出了其名称后 便带着小玉 毫不犹豫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打开门 各种喧闹的声响 就开始充斥于陈元耳边 坐在陈元肩膀上 愉快晃着大腿的小玉 更是忍不住捂住了自己耳朵 开门的声响 瞬间吸引了屋内大量的目光 不过在看到陈元那肩膀之上的小玉后 都露出了各种目光 有不屑 有讥讽 也有同情与可怜 快看是小精灵 没想到能在这看到契约小精灵的人 嘖嘖嘖 这也算是一个奇观了吧 这个兄弟真可怜 竟然契约了一个小精灵 对于别人的非议 陈元没有任何心理波动 毕竟在契约小精灵时 他就已经知道会面对什么了 他会用时间来证明 小精灵的强大 以此抽 全世界一个大嘴巴子 可是小玉却不一样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都这么看着自己 这些目光让他感到不舒服与委屈 他们的言语更是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好在这一切没有持续太久 不过区区数秒 他们就移开了自己的目光 去忙自己的事了 心意相通的陈元 自然能感受到小精灵低落的情绪 他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头 这不是你的错 你是最强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救 me 获得陈元安慰的小精灵 大叫一声回应陈元 眼中更是开始燃烧起斗志 他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 要向这些看不起自己的人 证明自己的强大 看到被激起斗志的小精灵 陈元笑了 而其身旁 听到陈元话语的人 则是一脸奇怪的表情 小精灵最强 最弱还差不多吧 兄弟几个菜啊 喝成这样 陈元在安慰完小精灵 就前往了办理证件的柜台处 说巧不巧 这里正好空无一人 使得陈元可以无需等待 直接办理证件 来到柜台处 陈元对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开口道 你好 我要申请预售师证明 您是第一次来吗 嗯 好的 请您稍稍 随后拿出一张表格 请填写您的身份信息 陈元接过看了一下后 就拿起笔开始写 写好了 说完 把手上自己刚才填写的表格递了过去 对方接过陈元手中的表格 看了眼后点了点头 好的 麻烦你稍等片刻 说完就离开了柜台 再过了大约十分钟后 才再次出现 手上还拿着一个小卡片 回到柜台处后 他就把小卡片递给了陈元 你好 您的初级预售师证明 谢谢 陈元接过其手中的卡片 确认了一眼其上的内容后 就直接起身 离开了预售师协会 可能会有人奇怪 为何陈元明明是去秘境 却变成了去预售师协会办证 那是因为 进出秘境 需要预售师证明 只有拥有它 才会被秘境守卫们 允许进出秘境 初级预售师 只能进入初级秘境 中级预售师 则可以进入中级秘境 与初级秘境 以此类推 这一切都是 为了保护预售师的安全 以防某些菜机 做出作死行为 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证件后 陈元继续开始 向着秘境进发 期间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 没过多久 陈元的面前就出现了一座 类似堡垒的建筑物 而这座堡垒的中心处 正是秘境入口所在地 堡垒入口处 站着数十名守卫 检查着来往的 预售师们的证件 当然 其实也就是走个行事 只是看一眼后就放行了 毕竟 这只是个初级秘境 可以说是随便谁都可以 进出的安全地区 只有那些中级秘境 或以上的检查 才会格外严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 初级秘境就毫无危险 其中心 还是有着许多 强大无比的宠兽 不过 只要不去作死 就基本上 不会多有多大问题 陈元也很快通过了检查 进入了堡垒之中 期间再次收获大量 或守卫 或行人的奇怪目光 无他 小精灵的存在 实在可以说是太显眼了 陈元统统无事 直接来到了堡垒中心 秘境的入口 也出现了他的面前 这是一个宛如镜面一样的入口 镜面上浮现出了 一座巨大的森林 在人们进出时 更是泛起到的波澜 这就是安宁镇的秘境 虫之森林 在秘境入口处 缴纳了一笔费用 并领取了救援用的信号弹后 陈元走入秘境之中 在步入其中的一瞬间 陈元就感受到了 一股强烈的失重感 下一秒 他就已经站在了 一片草地之上 不远处 就是一大片茂密的森林 陈元明白自己 已经来到虫之森林秘境 这处秘境 就如同齐鸣一样 其中的宠兽 大部分都是虫类生物 虽然威胁不是很高 可对于陈元这种新人来说 还是很危险的 陈元收好秘境管理人员 给的救援信号弹 不过陈元并不觉得自己 会用上这玩意 毕竟这次进来 他只是想稍微测试下 小林的战力罢了 正常来说 一般的御兽师 都会培养 宠兽一段时间后 可是这一点对于陈元 却并不是问题 毕竟每只宠兽的强度 都显示在他的系统面板之上 走吧 小林 陈元招呼了一下 飞在半空 好奇看着四周的小林 开始朝着森林风去 救命 小精灵立马扇动自己的小翅膀 跟上陈元 一路上陈元也在为 小林筛选目标 更是避开了 诸多LV式以上的野生宠兽 终于一个理想的目标 出现在了陈元面前 那是一只正在树上 慢悠悠吃着树叶的虫宝宝 还要大上许多 虫宝宝 等级不足 无法进化 属性 无 等级 LV5 种族 一虫种 一变属 种族等级 普通 天赋 柔软 抵消一部分物理伤害 技能 头锤 吐丝 虫宝宝一变宠兽 可以变态发育 进化成不同的宠兽 实力低下 身体颜色会随着 锁食树叶的颜色而变化 若点火 发现目标的成员毫不迟疑 立刻开舍他的行动 小铃上 使用巴掌 对待强敌 我东躲西藏 对待弱者 我重拳出击 接招吧 虫宝宝 成员话音刚落 小铃就以极快的速度 冲了上去 当小精灵飞到 虫宝宝面前时 虫宝宝被其凶猛的气势 吓了一跳 正当他想要做出反应时 揪咪 一个巴掌 已经护在了他的脸上 其力道之大 直接把虫宝宝 给扇离了树枝 使其高高飞起 死死 虫宝宝直接发出一声惨叫 随即重重跌落在地 在一阵抽搐后 生死不知 死 这一巴掌 把下达命令的陈元 都给惊到了 他也没想到 小精灵的巴掌 会这么强 直接把一只高自己四个等级 且拥有柔软天赋的虫宝宝 一巴掌 给打得生死不知 这大大出乎了陈元的预料 要知道 小精灵可是欲为 与虫宝宝误开的宠兽 二者都是进化后 才开始显露 真正强大的宠兽 不同的是 虫宝宝的进化路线 人类早已探索出许多条 而小精灵的 却没有多少成果 本来陈元也只以为 身为首领 种族等级的小精灵 最多也就和高自己四级的虫宝宝 势均力敌 没想到 直接把对方秒了 此时 他才切实感受到了 首领这两个字的分量 对此 陈元自然更加惊喜 这时 小精灵也飞了回来 在他面前高高地昂起头 一副快夸我的模样 陈元自然不会吝啬自己的夸奖 毕竟培养自己宠兽的信心 也是御寿师的重中之重 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宠兽 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实力 我就知道 你一定可以 我一直相信 小灵你是最强的 救咪 获得自己御寿师夸奖的小灵 自然十分开心 至此 陈元很高兴 小精灵也很高兴 除了生死不知的虫宝宝 接下来 陈元再次为小精灵挑选对手 六级虫宝宝 七级虫宝宝 八级虫宝宝 九级虫宝宝 一一击败 不过随着等级提高 虫宝宝也不再是被秒杀 十级的虫宝宝 已经能够扛住小灵两掌了 本来按照小灵 一开始秒杀虫宝宝的实力 可以直接多跳几级挑战 可是陈元为了安全起见 才选择了这种方式 不过好在这外围 有的是虫宝宝这种虫兽 找起来也不是太麻烦 当然虽说如此 陈元为了找一级一级 提升的虫宝宝 也花费了大量时间 此刻时间也不早了 马上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陈元看了下手中的手机 打算结束今天的秘境之旅 毕竟他已经达到了 自己测试的目的 对于小精灵的实力 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 还不止如此 应该说超额完成了 那就是小灵升级了 在击败树枝虫宝宝后 小灵的等级也获得了提升 他现在已经是二级了 就是在击败十级虫宝宝后 提升的等级 此时的他 如果再次面对十级虫宝宝 应该又会回到一巴掌秒杀 小灵我们走吧 我们回家 救命 小灵回应了一声 就在这时一遍凸起 不远处 那只被小灵击败的十级虫宝宝 开始被光芒覆盖 这一幕吸引了 陈元与小灵的目光 进化 光芒散去后 原本的虫宝宝变成一个勇 勇的背上 画着一个愤怒的表情 陆甲勇 等级不足 无法进化 属性 无 等级 LV10 种族 一虫种 一变属 种族等级 精英 天赋 甲鞘 强大的外壳 能够使其减免大部分物理伤害 技能 头锤 硬化 陆甲勇一变虫兽 虫宝宝在极度愤怒 且达到LV10的情况下进化而来 全是被坚硬的甲靠保护 拥有极其优秀的防御力 不过移动速度极慢 弱点火 进化的光芒散去 陆甲勇立马就把自己愤怒的目光 投向了偷袭自己的小精灵与陈元 并立马就朝着陈元与小精灵的方向冲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还冲不了半米的怒甲勇陷入了沉默 一股尴尬的气氛弥漫开来 陈元华丽地无视了对面怒目元争的怒甲勇 对着小灵开口道 算了 小灵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救命 对此 小灵也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一人一宠兽 就这样看都不看身后的怒甲勇一眼 开始朝着秘境入口离去 而怒甲勇 也只能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陈元和小精灵 无能狂怒 全身都被勇甲包裹住的他 甚至都没法发出自己愤怒的声音 你们别走啊 有本事来大战三百回合 偷袭了就跑算什么本事 你们给我回来 哈哈哈哈 陈元在离开秘境后 并没有立马就回家 反而是前往了宠售物品交易中心 大肆采购一番 在购买了大量的各种树果草药后 才提着大包小包 开始朝着家里兴趣 小精灵的手上也抱着一个大罐子 看着里面流动的液体 他的口水就不由地从嘴角滑落 这个罐子 正是早上陈元购买过的 由金甲锋生产的顶级蜂蜜 回到家 陈元放下手中的东西 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并朝里喊了一句 妈 我回来了 陈元并没有收获到任何回应 咋回事没在家吗 换好拖鞋后 陈元再次提起 刚才放在地上的各种树果与草药 并将其拿到了厨房之中 小林更是好奇地打量着这个 自己以后要长期生活的地方 这时 陈元在厨房的餐桌上 发现了陈母留下的纸条 我和你柳阿姨们打麻将去了 正好冰箱里还有点面包牛奶 你就和早上一样将就下吧 爱你的老妈 陈元 你可真是我亲妈 不远处的一座建筑物中 四位女子正围在一张麻将桌上 马上就中午了 你不回去给你家小园做饭吗 还没事 都这么大孩子了 管她干什么 等一下害怕 我胡了 看着自己又赢一把 陈母简直美滋滋 吃完牛奶与面包后 陈元就来到了厨房中 翻箱倒柜 找到了自己老妈买来后 只用过了一次 就没有再用的破壁机 果然在这里 拿出破壁机时 上面都已经挤满了不少灰尘 陈元只能将其清洗一遍 并拿抹布给她擦拭干净其水分 不过 为了防止漏电 陈元还是打算将其晾一会后再使用 小林则在一旁快乐地舔食着手中的蜂蜜 一边好奇地看着陈元的所作所为 在稍微晾干破壁机的这段时间 陈元取出了自己买来的一阶树果与草药 稍微清洗了一下 等破壁机基本风干后 陈元把破壁机插上电源 从自己购买的一阶树果中 随便拿出几颗就丢了进去 接着盖上盖子 按下开关 瞬间破壁机里的刀片开始飞速旋转 迅速地将里面的灵果 全部打成了肉泥 不过陈元并没有立马关闭机器 而是多按了一会 确保完全将其完全破碎后 才将其停了下来 看着面前的灵果糊糊 配方里 说把树果捣碎 破壁机应该效果更好吧 陈元开始了下一道工序 拿出一口长久没用的大锅 稍微清洗后 就丢到了煤气灶上 接着把树果糊糊一股脑 全部倒入了其中 点火熬煮 随着温度升高 锅中开始冒起气泡时 就是现在 陈元立马关掉了煤气灶 并拿锅挂在墙上的大勺子 放入锅内 开始搅拌起锅中的灵果糊糊 一边看着面前系统里 那关于能量方块的说明 初级能量方块 完全由能量与预售师的力量结合所构成 是契约重受最好的营养品 适用于一致三阶数果 第一步以最快的速度 将任意富含能量的灵果导成泥 速度越快越好 越快能量流失越少 第二步熬煮之冒泡后关火 开始注入玉兽师的灵魂力量 充分搅拌 直到凝结成能量方块 陈元明白关键的时候到了 虽然不太清楚 系统描述灵魂力量为何 不过陈元也能猜到一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和小精灵当时签订契约时的那股力量 也就是人类独有的玉兽之力 陈元开始控制玉兽之力 朝着锅中涌去 在接触到锅里 树果糊糊的瞬间 就宛如在火上浇油一样 碰 一阶树果中蕴含的能量 全部脱离而出 剧烈的声响 把旁边的小精灵都吓了一跳 差的就把陈元再次花上万元 买的金价蜂蜂蜜给砸了 失去能量后 树果糊糊也渐渐变成了漆黑色且干嘛 其中蕴含的能量开始上升 与陈元的玉兽之力结合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个透明且明亮的方块物质 陈元不需要细点 一眼扫过就确认了数量十个 能量方块形成后 就自动漂浮了起来 顺着陈元发出的玉兽之力 来到了他的手中 仿佛不屑于 待在那漆黑黑的果泥渣渣中 陈元接过漂浮而来的能量方块 不禁感叹一声 真是漂亮啊 救命 小灵也被能量方块给深深吸引 发出了一声感叹 在看了看能量方块 并瞧了瞧手中的上万元的蜂蜜后 他突然感觉 手上的蜂蜜有点不香了 陈元对着能量方块 使用了解锁系统后 获得另一个积累能力 那就是对于自己制作的物品评级 触及能量方块 极品 灵果中的能量基本毫无流失 近乎完美的能量方块 能为宠兽提供大量的纯净能量 陈元对于自己初次尝试的结果 十分满意 当然他也明白 这大部分都是破壁机的功劳 因为他节省了大量时间 才让灵果的能量完美保留下来 正当陈元打算制作下一批能量方块时 小精灵已经靠了过来 他把手指放在嘴里 看着陈元手中的能量方块 眼神中充满了渴望 而蜂蜜早就被丢到了一边 揪蜜 听到小灵的呼喊 陈元疑惑地看向他 在注意到他那贪吃鬼的模样 与其视线锁锁定的能量方块后 陈元明白了 呵呵小馋鬼 想吃了是吧 揪蜜 对此小灵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陈元也不犹豫将自己手中的能量方块 递给了小精灵 小灵在接过能量方块后 就毫不犹豫拿起一块一口咬了下去 一瞬间 他的眼中就好像出现星星一般 蹲下能量方块后 一股能量开始席卷全身 让他舒服不已 就像全身都泡在温泉里面一样 揪蜜 三下五除二 很快小灵手中的能量方块就被吃完了 在吃下一块 只有方糖大小的能量方块后 小灵感觉到 自己吃的好像有点撑了 虽然看起来不大 可其中却有着庞大的能量 对此 他只能无奈地 看了其他九个触境能量方块一眼 他需要消化一下了 下一秒 一边突起 突然 小灵身上的气势一变 这一幕 让正微笑注视着小灵 一举一动的陈元一愣 一股来自小精灵的力量 也涌入他的体内 此刻他的面板上 小灵的等级 再一次获得了提升 来到了三级 能量方块的强大 大大出乎了陈元的预料 甚至可以说 惊爆眼球 正常来说 宠兽如果直接吞噬灵果 需要长时间的过滤杂质 才能将里面的能量 给完全吸收 这个过程中 还会浪费大量的能量 市面上更没有任何一款 像 像能量方块这样 直接汇聚能量的神物 没错 就是神物 市面上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 提供各种属性的能量药剂 其制作过程 其实就是通过混合几种灵果 并精确地调整比例 来达到加快吸收 与增强效果的作用 这些增强效果的灵果配方 也大都掌握在 宠兽培育师手上 普通人除了几个公开的配方 根本就接触不到 那些被隐藏起来的配方 毕竟 这些都是那些 宠兽培养师的独家秘方 他们还指望 依靠这些来大发横财呢 普通人培育宠兽 更多情况下 只能老老实实 直接吃灵果罢了 而能量方块却不一样 是直接汇聚灵果的能量 并在制造过程中 就已经清除了杂质 使得能量能够被宠兽完美吸收 而且它还没有属性 这也就说明 它明白 这种物品 绝对不能被外界知道 要不然 等待自己的 绝对是无数的窥视与麻烦 甚至是杀身之祸 想到这里 陈渊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 小灵 这个东西 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知道了吗 虽然不知道 陈渊为何变得这么严肃 不过小灵 还是顺从地点了点头 好了 你先到外面去休息吧 救命 此时被能量称保了的小灵 自然不会拒绝 慢悠悠地飞离了厨房 陈渊能够感受到 小灵身上那聪明的能量 这代表 当小灵完全吸收后 可能还会再次升级 看着台子上的 其他九个能量方块 陈渊的脸色也越发凝重 一个一阶树果 制作出来的能量方块 其威力 已经远超市面上 所有一阶树果 所调配出来的一阶药剂了 甚至已经无限 接近于二阶药剂水平了 这代表 对于十一到二十级的宠兽来说 这用一阶树果 制作的初级能量方块 也有着不错的效果 算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总不能阴夜费时吧 陈渊摇了摇头 不再考虑这些 反而是再次动起手来 制造下一批能量方块 很快 当陈渊就完成 第二批的能量方块制造 就在他打算 再次开始下一次制作时 一股强烈的眩晕感 从脑海中涌了过来 不禁让他脚下一软 还好陈渊及时撑住灶台 才没有摔倒在地 怎么回事 我咋忽然间感觉头好晕啊 头晕眼花中 陈渊看到了台子上 放着的能量方块 忽然想起了 有关能量方块的制作介绍 预兽师的灵魂能量 陈渊明白了 一定是自己制作了 两次能量方块 导致消耗预兽师的灵魂能量 过多导致的 此时最好的选择 就是顺从身体的警告 去好好地休息一番 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陈渊自然不会抗拒 自己的身体发出的警告 他整理好那些树果与草药 打算留到明天 休息好后再进行制作 接着清理好厨具 将其全部归纳整齐放好后 便带所有能量方块 和树果草药离开了厨房 前往自己的房间 陈渊打算好好睡上一觉 而在客厅休息的小林 看到陈渊离开了厨房 也立马跟了上去 等陈渊再次睁开眼 从床上醒来时 外面的天空 已经变得昏暗无比 别睡了 起来吃饭了 听到外面传来的老妈的声音 陈渊缓缓起身 感觉好虚啊 此刻他全身无力 就好像被掏空一样 这让陈渊意识到 能量方块 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最少对于自己 这个初级御寿师来说 小林则在一旁 担心地看着他 救命 呵呵 我没事 放心吧 陈渊在缓了一会后 才起身打开房门 白痴 陈渊脸色一黑 本来就因为难受 而心情不佳的他 立马就将其凶恶的目光 投向了学蛇鹦鹉 正像早上一样 打算出手教训 教训这只鹦鹉石 学蛇鹦 可进化 属性 五 等级 LV37 种族 猛禽种 鹦鹉属 种族等级 精英 嘲讽 有本事来打我呀 技能 模仿 山击 头锤 学蛇鹦鹉 拥有极强的嘲讽能力 总是在不经意间 吸引大量自己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的仇恨 陈渊 陈渊认真地看了看 白痴鹦鹉的等级 放下了自己 蠢蠢欲动的双手 本以为你是废物 没想到 还是个大佬 他没想到 这只白痴鹦鹉的等级 竟然比自己 昨天看到的 那只强大的暴烈巨鹰 还高一级 而且还都是精英 不过 在看过他的技能 与天赋后 陈渊觉得 哪怕来上 十只学蛇鹦鹉 可能都不是那一只 暴烈巨鹰的对手 傻站在哪干什么 吃饭了知不知道 来了 来到餐桌时 陈渊的眼中 就闪烁起欣喜的目光 真可爱 他立马冲了过来 抱住了在陈渊身边 飞舞的小精灵 这举动 把小精灵给吓了一大跳 揪咪 立马就把眼神 投向了自己的御寿师 而陈渊 只是回了一个 爱莫能助的表情 毕竟家庭地位摆在这 在一会后 陈渊冷静下来 她倾咳一声 可 打呀 阿玛很欣慰 你有着如此审美观 总算是没有选你吧 接着 陈渊露出郑重的表情继续道 你要知道 强只是一阵子的事 帅气与美丽 才是一辈子的事 那妈 你为什么选了她 说着 陈渊指了指客厅中的 学蛇鹦鹉 学蛇鹦很震惊 这关自己什么事 干嘛 扯上我 此时 陈母沉默了 等了一会后 才慢慢开口道 当年其实我也是打算 契约一只小精灵的 但你也知道 小精灵的数量 实在是太少了 后来呢 后来我本来也是打算 选一个颜值比较高的来契约 不过在见到小白痴后 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陈母斜眼看了看陈渊后 只是说了一句 你猜 陈渊 我猜 鬼猜猜得到好不好 等等 学蛇鹦鹉 一直叫白痴 嘲讽别人 陈渊脑中出现了一个画面 多年前 一位少女带着一只鹦鹉 并教会了 他不停叫白痴 随后带着鹦鹉 见人就叫白痴 原来这才是 你的目的吗 这还是您能干出来的事啊 接下来的两天 正好是星期六与星期日 陈渊都待在家中 一直忙活着 把药草和树果 加工成为成品 当然 这一切都是陈渊在家里 为人使偷偷进行的 因为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 直到星期一开学 陈渊还剩下了 大半的树果与草药 好在这些都是超凡之物 并不会变质腐坏 当然 陈渊还是有着大量的成果的 能量方块38个 能量方块本来有39个 不过这期间 又被小精灵给吃掉一个 为了防止过于疲惫 陈渊一天 也就炼制一次能量方块 而除此之外 陈渊还制作了 二十瓶初级恢复药水 六个初级爆发药丸 六个初级速度药丸 还好除了神奇的能量方块外 其他配方并不需要消耗御兽之力 只需要按照流程就可以制作 要不然 陈渊实在是顶不住 陈渊从这些制作好的物品中 各拿一部分 随身收好 其他大部分 则藏到了自己的床铺之下 准备妥当后 陈渊带着小林开始前往学校 陈渊来到教室时 立马就吸引了全部人员的目光 此时毫无疑问 他就是整个班级之中最亮的仔 无他 只因他身边跟着一个小精灵 下一秒 班上就炸开了锅 各种窃窃私语 开始传入陈渊和小林耳中 陈渊竟然选了个小精灵 这不是找死吗 说的没错 我看他就是个傻子 才会选一个无法进化的垃圾废宠 别这么说 小精灵多可爱啊 也就你们女生会这么说 强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之前还装得很吊的样子 还提高了与林宇他们的赌金 我还以为他多有底气 结果就这 是啊 这不是给人再白送钱吗 就是 我都羡慕董海了 能白减十万 要是林少当时 知我 那该多好 陈渊不屑与这些人争辩 对此只是冷笑一声 说我傻 你才傻 你家都是大傻逼 等着瞧吧 你们这群小垃圾 到时候 宠兽战斗时 看我家小灵 一巴掌秒了你们这群小垃圾的宠兽 陈渊来到自己的桌位 还没坐下 林宇就再次带着自己的小弟 走上前来 阴阳怪气道 又陈大少 这就是您契约的宠兽吗 真是厉害啊 说完林宇便哈哈大笑起来 林宇身边的小弟 自然也不甘示弱 也跟着自己的老大哈哈大笑起来 小子 你不是狠掉吗 咋就契约这么一只废物啊 就是 前几天那个牛逼样子 我还以为有多强呢 你现在跪下求饶 或许我们林宇还会原谅你 取消那个赌约 还不等陈渊开口说什么 突然啪地传来了三声声响 与之伴随的 还有三声惨叫 三道身影 直接跌倒在地 只见刚才开口的其中三个小弟脸部 此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 不多时 就开始肿了起来 原来是小灵气不过出手了 刚才班上的那些窃窃私语 就已经让他生气了 是的 他生气了 第一次宠物幼崽殿 与第二次预售失协会里 遇到这样情况时 小灵是自卑与不自信的 不过经过这两天时间 陈渊的鼓励与强调后 他已经培养起了自己的自信 最不能忍的是 这三个家伙 去嘲讽陈渊 本来就处于爆发边缘的小灵 看到这一幕 直接当场就炸了 立马结结实实地 给了几人一巴掌 不过小精灵 还是有注意 收起了一部分力量 因为之前 陈渊就告诫过他 也幸好他收起了一部分力气 要不然 这能够秒杀宠宝宝的力道 同样也能秒杀一个 没有契约宠说的普通人类 对比其小弟 林雨则十分幸运地逃过一劫 无他 只因为他是用暗讽的方式 说出来的 小灵没有听懂他 实在讽刺 要不然 此刻他的脸上 也要挨上一巴掌 其他人与东海此刻 都庆幸不已 幸好自己只是哈哈大笑 还没来得及出言嘲讽 要不然 这一巴掌 怕是也要落在自己头上 这不禁让他们同情地 看了地上的好兄弟们一眼 同时 他们的眼神也都变了 或者说 全班的眼神都变了 看着陈渊的小灵 也不再是轻视于鄙夷 而是震惊 甚至很多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他们刚才注意力 都在陈渊附近 毕竟林雨走了过去 大家立马就知道 自己可以吃瓜了 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料 这也代表小精灵的出手 他们都看在眼里 可是他们全都没有看清 太快了 就在眨眼间 三人就被一巴掌 给全部呼到了地上 这一幕 直接就让全班人都震惊了 原本看不起小精灵的那些人 更是瞪大了他们的狗眼 这小精灵 怎么这么强 这他妈不科学啊 这还是那废物小精灵吗 怕不是开挂了吧 一截小精灵这力量这速度 也太可怕了吧 原来小精灵这么强的嘛 太棒了 又可爱又强 我也要去契约小精灵 嗯嗯 美丽又优雅 甩巴掌都这么有形 实在是太适合我们女生了 瞬间原本看不起 小精灵的各种嘲讽与不屑 就变成了惊叹与夸奖 而当时人之一的灵羽 脸色却并不好看 原本的趾高气昂 此刻也都变得凝重无比 这尼玛是小精灵吗 这力气和速度 都比得上那些 专精于力量与速度的 同阶宠兽了 刚才小精灵的表现 可以说太过害人了 其实力已经远超出 击宠兽所能达到的水平 灵羽本想放两句狠话 毕竟疏人不疏阵 不过在看到陈渊身边 突然爆发 给吓到了 这导致他愣了一会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开口道 小灵 你不能这样打人脸 听到这句话 众人都竖起了耳朵 正当大家以为 陈渊要教训自己宠兽时 下一次记住 打脸不能只打一遍 要两边都打这样才整齐 听了陈渊的话 小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 冲到那三个脑子 还在嗡嗡嗡的家伙面前 啪啪啪 就是一个巴掌三连 对方也回应了一个 惨叫三连 看着两边都肿起来的三人 陈渊满意点了点头 嗯 不错 现在整齐多了 揪咪 对此小精灵也点了点头 表达了自己 对于自己预受是建议的赞同 撕 看着陈渊和小精灵 一唱一和的表演 全班的脸上都变了 同时不少人都把陈渊 列入不可招惹的名单 当然 身为这群小弟大哥的林宇 不在此脸 陈渊你 这一幕让林宇怒了 这哪是在打他小弟 这是故意 在打他的脸啊 不过看到那边 已经举起手掌 眼神中充满渴望 看着他的小精灵后 林宇把后半段狠话 直接憋了回去 林宇一咬牙一跺脚 也忍了 我们走 随即没脸再待下去的 林宇一挥手 直接走了 林宇的小弟们 临走前也没有忘记 自己的伙伴 踢着三个躺在地上 完全被打猛了的伙伴 灰溜溜地 跟上了自己老大的步伐 从陈渊所在位置离开的林宇 直接带着自己的小弟 离开了教室 一路上 他的脸色都阴沉得可怕 今天这个结果 是林宇万万没想到的 本来是 打算去嘲讽一波 没想到反丢了这么大的面子 想到刚才的那一幕一想起来 他就是一阵咬牙切齿 要不是他还没有契约精假犀牛 他一定不会放过 陈渊这个可恶家伙 和那该死的小精灵 再来到一处偏僻场所后 林宇停了下来 他转过身 对着众人身后的董海招招手 看到林宇动作 董海不安地走了出来 小星一一开口道 林少 生怕一不小心刺激到林宇 把自己变成出气筒 我要你在二十多天后的赌约上 用你的宠兽 把那小子的小精灵给我碾碎 可是 林少他的那只小 不等董海把话说完 林宇就开口打断道 我知道 你放心好了 我会帮你的 接下来 我会帮你收集爆虎 需要的净化材料 你务必用接下来的时间 把它训练到可以净化的水平 此外 我也会额外再给你提供一些药剂 来帮助你的爆虎成长 看了到董海 还是一脸不安 林宇安慰道 放心吧 那只小精灵是很强 可是说到底 也只是一只无法进化的废物 只要你的爆虎进化 就能全方面碾压它 说完这些后 林宇转过身 咬牙切齿道 我只有一个要求 干掉那只该死的小精灵 并用唯一一只宠兽的死亡 来毁掉它作为玉兽师的的根基 是 听到董海的回答 林宇非常满意 不过此刻背对着董海的林宇 并没有发现董海脸上的不安 董海是个生性多疑之人 也正因为如此 他对自己一直都没有什么自信 每次都是先想到最坏的结果 这也是前几天 林宇与陈元立约时 他为什么老是恐惧自己背上债务的原因 而且不知为何 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自己真的像林宇说的做 可能会付出自己无法承受的代价 不过再想到自己的宠兽与资源都来自林宇 要是违背他的意思 那也是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董海已经开始后悔 自己接受林宇赠予的宠兽了 在林宇离开不久后 陈元的位置上就围满了大量的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女生 哇 好可爱啊 陈元 我能抱抱他吗 太狡猾了 我也想抱抱小精灵 看着这些伸过来的闲猪手 小精灵嫌弃的一一躲避开来 飞到众人头顶 双手插腰摆出生气的姿势 救咪 哎呀呀 生气的模样也好可爱 而其他男生此刻正极度地看着 被围绕在女生群中的陈元 思考着自己是不是也要契约 一只可爱的宠兽 来让自己成为人群中最亮的仔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另外 一部分人则对围绕在陈元 或者说围绕在小精灵身边的女生 一脸不屑 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 强才是硬道理 追求可爱与美丽的女人 就是肤浅 而被众女围在中间的陈元 也并不高兴 陈元轻壳一声开口道 我家小灵喜欢安静 麻烦你们不要这样 要不然等下小灵真的生气了可救 陈元并没有说完下面的话 而是用视线扫过这些女生的脸庞 其透露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 收手吧 要不然等下就是你们 吃大嘴巴子了 受到威胁的女生 果然也都停下了自己的手 毕竟要是真的挨上一巴掌 那可受不了 万一要是破相了 想到这他们就更害怕 特别是还有三个前车之间 前不久才在这吃了几个大嘴巴子 受到威胁的女生们 放弃了和小精灵贴贴的想法 纷纷离开这里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之上 就在这时 陈元感受到 从背后传来的悠悠目光 那是来自 同桌张浩的目光 陈元 你这是助故上啊 陈元转过头看向张浩 并露出不懈的表情开口道 啊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对于陈元的理论 张浩不敢苟同 她十分痛心 自己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来 好不容易能够离妹子这么近 可终究是过眼云烟啊 真是成也陈元 半也陈元啊 没等张浩感慨多久 谢顶的班主任老师 就带着课本走了进来 一进来就发现 班上少了许多人 咦 今天凌女他们去哪了 班主任老师的疑问才说出口 班上的视线瞬间全都集中到了陈元的身上 陈元 陈元一脸无辜 咋的怪我了 又不是我动的手 全都看我干什么 真是的 班主任老师也顺着大家的视线目光 把自己的目光投到了陈元身上 正在疑惑 为何大家都看着陈元时 看到了他身边的小精灵 他猛的脸上一变 张浩 你竟然契约了小精灵 老师 不是我 是陈元 谢顶的班主任老师冷笑一声 你在开什么玩笑 身为优等生的陈元 怎么可能契约小精灵 说完不等张浩反驳 就继续道 你自己契约了小精灵 还要推给陈元 这可不好 张浩都快哭了 自己不就学习成绩 比陈元差了那么一点吗 至于这么针对我吗 张浩的心冷了 北极的冰霜都没这么冷 就在张浩心冷之际 一个人站了出来 正是陈元 这一刻在张浩眼中 陈元就像是天使一样 老师 小精灵确实是我的宠兽 老师沉默了一回 陈元帮助同学的心事好的 可是 这不是为张浩他好 这是在害他 转头就凶狠地看着张浩 你不承认也就算了 还让陈元帮你背过 张浩 此时的张浩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最后在大家的证明下 才终于让老师相信了 小精灵是陈元的宠兽 班主任老师虽然信了 可还是不可置信 原因无他 他是这个学院中 为数不多知道陈元爷爷的人 这还是因为 他是陈元的班主任的原因 他不觉得 陈老爷子那样的人物 会给自己孙子契约一个废宠 而巧合的是 张浩的生日也是前不久 且张浩也从来都没有 展示过自己的宠兽 大家也都不知道 其宠兽是什么 这也是他先入为主 以为张浩是这只 小精灵御寿师的原因之一 对此这场闹剧 班主任老师 只是看着张浩 悠悠开口道 下次早点说清楚 真是的还害我误会 搞出这么个乌龙 张浩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累了毁灭吧 放学后 陈元带着小精灵 再次前往重制森林秘境 通过与上一次一样的流程后 陈元与小灵再次来到重制森林中 这次进来的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提升小精灵的实力 是的 提升实力 初级能量方块等道具 虽然能够提升小精灵的实力 可完全由道具堆起来的宠兽 最后也只能沦落为废材 只有战斗和磨难 才能培养出真正强大的宠兽 而且 战斗还可以加快 对于初级能量方块等 营养品的吸收 相反 长时间吞食各种营养品 却没有进行战斗与训练 则会导致宠兽虚胖迟钝 这样的宠兽 别说使用自己全部实力了 可能连一半实力都无法发挥出来 所以 哪怕有了初级能量方块 陈元也要带着小精灵 来到秘境进行战斗 陈元开始为小精灵挑选目标 很快他就发现了自己的理想目标 这次陈元特意挑选了11级 也就是二阶宠兽 作为小灵的对手 别小看这一级 其中可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10级到11级这个阶段提升实力 甚至可以与前面1到10级的提升总和相比 这也就是这两天 小精灵吃了能量方块后 等级达到了5级 要不然 陈元也不敢轻易挑战11级的宠兽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 小精灵是强大的首领种族等级 与这些普通等级的宠兽 有着不同层次的实力 要不然跨界挑战 那是想都别想 陈元为小精灵挑选的对手 也还是老朋友 那就是不远处树枝上 正在吃着嫩叶的虫宝宝 得到命令的小灵立马就以极快的速度冲了上去 但是这次结果却和以往不同 在接近到一定范围后 对面的虫宝宝察觉到了小精灵的攻击 抬起头来 发现一个急速冲来的物体 他惊慌地向后仰去 试图躲避小精灵的攻击 失败了不过也成功了 其躲过了小精灵对于他头部的攻击 可身体上却结结实实地挨了小精灵一巴掌 死死 疼痛感一下子就从被击中的地方传到他全身 虫宝宝死死盯着小精灵 再来一次巴掌 得到命令的小灵再次朝着虫宝宝冲来 看到对方再次接近 虫宝宝的腹部微微鼓起 眼前的成员立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结合系统显示的技能 立刻就领悟到对方的下一步动作 小灵 他要吐撕了 先避开 再用巴掌 得到成员提示 小灵立马放弃了巴掌攻击 转而飞向高空 而下一秒虫宝宝的口中 就吐出了有着强烈粘性的丝线 并朝着小灵飞尸而来 就在要击中小灵时 丝线的力道却用尽了 无奈虫宝宝吐出来的丝线 只能在重力的拉扯下 向着下方坠落而去 趁此机会 小灵立马上前又是一巴掌 嘶嘶嘶 再次受到攻击的虫宝宝眼睛都红了 他彻底愤怒了 下一秒净化之光将其包裹 这只虫宝宝 就和成员上次遇的那只虫宝宝一样 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进化而成了怒甲勇 这次成员没打算退去 小灵 他的勇甲就仿佛上了一层镀膜 变得更加透亮了 正是硬化技能的效果 小灵一巴掌打在上面 只觉得一股反振之力袭来 让他手掌一疼 反观怒甲勇 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就好像刚刚被攻击的不是他一样 怒甲勇自然不会看着小灵 一直攻击自己 他集中力量蓄力一跃 往前移动了30厘米 怒甲勇 陈云 小灵 虽然比起之前那个实际的怒甲勇来说 移动速度要快很多 可是对比小灵来说 还是太慢了 说乌龟爬都算抬举他 陈云再次下达战斗指令 小灵利用速度优势避开他 然后再找机会持续使用巴掌 救命 小灵再次冲了上去 一个个巴掌持续护到了怒甲勇身上 当对方要反击时 他都会提前用速度优势避开攻击 这一切也让原本就双目通红的怒甲勇 更加愤怒异常 可惜 这注定只能是无能狂怒 不过身为攻击方的小灵也不好受 对方的甲铐太硬了 每次攻击时 怒甲勇都会使用硬化 并产生一股反振之力 等于小灵每次攻击的同时 也都需要承受自己的一部分攻击 这一切也被陈云看在眼里 陈云没有因为心疼阻止小灵 相反他再次下达命令 小灵你的力量降低了 加大力量 原来不断的反振 已经使小灵的手臂疼痛不已 其力气自然也不自觉地降了下来 救命 收到命令 小灵再次冲了上去 全力用巴掌攻击怒甲勇 看着每次攻击 脸上都闪过痛苦之色的小灵 陈云默默攥紧了拳头 他自然知道自己御兽此刻 正在承受着痛苦 可是要想变强 只有不断淬炼并突破自身 而且 这也是意志层面的战斗 是陈云为了训练小灵意志的战斗 只有拥有忍受苦痛 也要战斗下去的强大意志 才能使其成为真正强大的宠兽 与自己御兽师心意相通的小灵 自然也知道这些 被那么多人看不起的他 也希望拥有更强的力量 还有意志来证明自己 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辜负自己御兽师 对自己的期望 救命 小灵大喊一声 集中自己全身力量 对着怒甲勇拍去 突然小灵的手上亮了起来 巴掌拍去的同时 也出现了多个虚影 正是巴掌的进阶技能 连环巴掌 此前在小灵持续不断打击下 怒甲勇身上的甲铐 虽然看起来纹丝不动 其实也累积了大量伤害 这一远超之前的连环巴掌 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卡 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 怒甲勇的身上 甲铐裂开了 以小精灵巴掌击中的位置中心 呈现出大规模破裂 这一幕让陈元眼前一亮 不管是打破甲铐 还是小灵用出了进阶技能 都大大出乎陈元的意料 陈元压下自己激动的心情 立马对着小灵喊道 小灵再使用一次连环巴掌 救命 此刻小灵已经充满了对于自己的自信 在他眼中 此刻得到怒甲勇 就是土鸡娃狗一掌灭织 看着飞冲过来的小灵 怒甲勇慌了 身体上的裂缝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他开始试图逃跑 他能够感受到 要是受到一次连环巴掌 自己可能要当场去世 虽然怒甲勇试图逃跑 可是他那致命的移动速度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只能被动挨打的结局 他才刚刚转身 就已经被小灵给追上了 他抬起手中的巴掌 就准备再次使出连环巴掌 不过这次并没有像此前一样 拍到怒甲勇身上的 只是普通的巴掌 救命 对此小灵不由疑惑地 看着自己的手掌 不明白刚才那个发光的多重巴掌 为什么没有出现 而被对小灵的怒甲勇 吃了这一掌 本就在逃跑的他 在这股推力下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头部还重重地磕到了 前方的一块巨石之上 本就因为外壳破碎 血流不止的怒甲勇 终于承受不住了 在撞到巨石后 就不停地抽出了几下 随之便一动不动隔屁了 战斗结束后 小灵回到了陈元身边 不过此时 他还是疑惑地看着自己的手 不知道那个发光的大巴掌 为什么不出现了 陈元看出了小灵的疑惑 刚才可能是因为运气好 所以才用了出来 接下来还需要练习 才可以掌握 救命 小灵回应了一声 并点了点头 认可了陈元的这个说法 好了过来吧 小灵 一边说着 陈元一边拿出了 看到陈元拿出能量方块 小精灵就激动起来 立马就飞了过来 一把抱住啃了起来 满脸幸福的模样 等小精灵吃完 陈元又把药水递给他 喝一半就好了 小灵点了点头 抱过陈元递来的药水瓶 就是一阵蹲蹲蹲 在喝完一半药水后 停了下来 陈元拿过剩下的药水 他并没有收起来 而是小心地把剩下的药水 均匀地涂抹到小灵的手上 不得不说 系统出品的药水效果就是强大 既能内服也能外用 内服加快身体代谢 恢复体力与内伤 外用快速消肿去疼 加速愈合伤口 陈元在给小灵涂抹药水时 小灵一直皱着眉头 并紧咬嘴唇 可见 他的手是有多么的疼痛 不过好在这样的情况 没有持续多久 药水的效果 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没过一会 小灵那微微肿起来的手部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削了下去 并恢复到原本光滑白皙的模样 这一幕让陈元微微则舌 应该说 真不会是超凡事件嘛 这效果绝了 小灵挥了挥自己的手 此刻他已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揪咪揪咪 小灵开心地大叫一声 围绕着陈元开始飞舞起来 陈元看到这一幕 嘴角也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了好了别飞了 现在手还疼吗 小灵摇了摇头 那就好 接下来 我们还要和其他重兽战斗 一边说着 陈元一边观察着小灵的反应 身为御寿师 必须时刻注意 自己的重兽的内心 如果小灵因为此前的疼痛 出现了未战行为 那么他也会考虑 是否今天就此结束 等明天再来 过分地紧逼 也可能适得其反 不过好在陈元的担心 是多余的 小精灵甚至比他这个御寿师 都充满了斗志 揪咪揪咪 甚至陈元在他的眼中 都仿佛看到了 燃烧着的熊熊烈火 陈元笑了 他已经明白了 小精灵的心 战斗 变强 让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人 好好看看 很好 不过接下来的战斗不一样 还记得刚才的那个 发光的连环巴掌吗 小灵点了点头 那当时的感觉还记得吗 小精灵再次点点头 很好 接下来就是找到那种感觉 彻底学会连环巴掌 有信心吗 揪咪揪咪 小精灵对此十分的有自信 一边大声回应陈元 一边点头 他也想学会那个 发光的大巴掌 威力先不说 光是气势就很足 排人一定很爽 那就出发吧 揪咪 下定决心后 陈元与小灵 开始四处开战 可惜事与愿违 直到天幕黯淡下来 小灵还是没有学会连环巴掌 不过他的等级 倒是再次拔高了 最后无奈陈元 只好带着小灵先行回家 等明天放学后再来 接下来的几天 每天放学陈元 都会带着小灵 来到虫制森林 这也导致那些秘境的守卫 都认识了陈元这好人 无他带着小精灵 天天前往秘境 实在是太显眼了 陈元与往常不一样 这次陈元带着小灵 稍微渗入了一些秘境 今天的对手也有点不同 不再是虫宝宝 以及其进化的怒家用 而是一只等级11级的巨前虫 小灵 连环巴掌 救咪 只见小精灵的手上 开始散发出光芒 其巴掌上 还出现了许多虚影 一道道虚影 紧跟着他的手掌而动 击打到了对方的身上 咔咔 对面的巨前虫惨叫一声 被这一下给扇飞了出去 不过 他也很快就再次站了起来 此时 他的右侧甲靠位置 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巴掌印子 经过这几天的训练 小灵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出 连环巴掌这个技能了 等级也再次获得了提升 并来到了十几 巨前虫一站起来 就朝着小灵猛冲过来 张开巨前 使用出了剪断技能 一旦被其攻击到 那后果不堪设想 小灵在对方攻击的第一时间 就直接飞了起来 避开了他的攻击 不过巨前虫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腿部一蓄力 直接跳了起来 其速度十分惊人 就宛如射出去的子弹一样 半空中巨前虫 再次张开巨前朝小灵袭来 小灵往旁边避开 听到成员的提醒 小灵立马朝着旁边闪避 正好避开了其攻击 刚才的攻击 不禁让成员面色凝重 看着面前的巨前虫 他也开始认真起来 小灵 唱歌 在成员的命令下 小灵第一次用出了第二个技能 没办法 之前的敌人虫宝宝太弱了 诺甲勇 也不过是个移动速度 基本等于没有的铁憨憨 可是面前的巨前虫不一样 必须限制它的速度 咬咬咬咬咬咬咬 随着小灵的歌声开始响起 刚刚落地 打算再次跳起袭击的巨前虫 速度开始慢了下来 并且 宛如喝醉酒的醉汗一样 开始东倒西歪 浑浑欲睡 就是现在 小灵瞄准刚才同样的位置 连环巴掌 咬咬咬 小灵回应了一声 表示自己收到 便冲向巨前虫 往同一个位置 用出了连环巴掌 伴随着闪光与虚影 还有拍击声 巨前虫再次被击飞了出去 这次 它没有再次快速站起来 而是在挣扎一番后 才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此时 它右侧的甲铐 已经破碎严重 大量的灰色血液 正在喷涌而出 不过就算如此 它也还是没有死亡 一重细的虫兽 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有些甚至被击碎大脑 都能活下来 当然 此前与小灵对战的 虫宝宝和怒甲勇 不在此脸 虫宝宝就是一个大血的菜 怒甲勇的话 是有强大的防御力 不过 它是虫宝宝 精华成强大一重细 虫兽的永化阶段 全身精气神都化作了精华 只要被击破 就会导致精气神 与能量大量外泄 导致死亡 可面前的巨前虫不一样 它是能够完美诠释 一重细强大生命力的虫兽 在站起来后 它再次朝着小精灵冲了过来 此刻身受重伤的它 速度已经大大降低 结果也毫无悬念 被小灵一巴掌 直接拍了出去 身上破碎的甲鞘 也更多了 原本黑色的甲铐 也基本全部都被灰色的血液 染成了灰色 受伤如此之重的它 还是努力地挣扎着 想要站起来 可惜它伤得太重了 它已经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小灵 结束它的痛苦吧 救命 在击杀巨前虫后 陈远取下了它的那一对 二阶巨前 这是一种素材 可以用来调配药剂之用 这也是陈远第一次 获得有用的素材 掂量着手中的这一对巨钱 陈远面露感慨 这段时间都在花钱 终于能回回血了 走吧 小灵今天先到这 救命 来到秘境入口 陈远一步直接踏入 回到了位于安宁镇秘境堡垒中 再回来后 陈远并没有立即离开堡垒 而是来到离入口不远处 挂着回收牌子的柜台处 出售了巨钱虫的这一对巨钱 这一对二接巨钱 陈远卖了一千多块钱 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是的 秘境入口附近 是有专门回收这些物品的窗口的 不管是某些宠兽身上的素材 还是各种等级树果和药草 哪怕是四接以上 才会拥有的宠兽核心 只要是有价值的 秘境堡垒就通通回收 当然 这些并不是强制的 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自用 或者选择带出去 卖给商场 获得更高价格 不过陈远嫌麻烦 也就直接卖给秘境堡垒了 毕竟 哪怕她拿去商场 其实也不过就多百来块钱 为了这百来块钱不值得 有那时间 小林都可以再干掉一支了 回到家 陈远掏出钥匙打开门 陈远正在做着晚饭 听到声响探出头 回来了 先去洗手吧 很快就能吃了 嗯 说完 陈远就再次进到厨房 并传来了炒菜的声音 等陈远洗完手 陈远也已经完成了炒菜 这不禁让陈远感叹 好快的女人 吃饭吧 哦 对了 最近你们学校都这么晚放学吗 不是应该只有半天课吗 是的 预授性的高中只上半天课 其他半天是由学生自己分配的 无它 培养宠兽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 当然 没有契约宠兽的小学 还有初中 还是要上一整天的 只有高中与大学才是这样 如果是走上了预授师之路的话 甚至还可以长时间矿课 只要你培养的宠兽足够强 能为学院争光 导师们根本不会计较 你矿不矿课 毕竟强大的宠兽 就是你最好的成绩 呃 那倒没有 我只是去秘境了 是吗 那你是去猎杀虫宝宝了 呃 差不多吧 陈渊认真想了想 好像这几天死在小林手上的虫宝宝 和怒甲勇确实不少 拜祭所赐小林的等级也来到了十级 再升一级 就能突破成二级虫兽了 那个时候 陈渊也将可以契约自己的第二只虫兽 真不愧是我儿子 一契约就去秘境浪 对于陈母的话语 陈渊不置可否 不过 你还是要注意安全 听到前面半段 陈渊震惊了 自己老妈竟然说出注意安全这种话 甚至她都觉得 是不是自己这么多年来 对自己老妈有什么误解 说不定 其实她还是很在意我这个宰的 可陈母下一句一出口 陈渊就意识到 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哼 终究是错付了 把我刚才的感动还给我 虽然很淡疼 陈渊还是回复道 放心吧 如果没有把握 我是不会让小林涉嫌的 陈母点了点头 那就行 毕竟小林还是个孩子 你一定要保护好她 知道了 对了 你爸给你买的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学的咋样了 说起这个 陈渊再次一脸蛋疼 无她 就在前段时间 也就是契约小林的那天晚上 自己老爹那天 不知道抽了什么疯 特意给自己带回来了一本 名为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书 当时看到这个书名时 陈渊都惊呆了 要不是小林和老妈的小白痴就在身边 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回到原来的时空了 陈渊接过书打开后 却发现和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天差地别 这个世界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并没有任何有关语书画理等知识 而是各种宠兽的知识 还收录了近年来的各种宠兽笔式考题 不过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更多的是宠兽的讲解知识 因此 本来就对宠兽有着极高兴趣 立志要成为强大预售师的陈渊 在得到此书后倒也看得津津有味 看了一部分了 你也知道 这书那么厚 不是短时间能看完的 说话间 陈渊张开了双臂 比了一个夸张的姿势 也是 不过有时间你还是多看看 这书还是很有用的 里面还记载了各种宠兽技能的小技巧 你去秘境或对战时也都用得上 嗯 知道了 我吃完了 先回房间了 说完 陈渊把自己面前的空碗一推 站起身朝着自己房间里走去 陈母待在原地 看着陈渊的背影 露出了担心的表情 嘴上不说 可做母亲的 又何尝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呢 一边说着 保护小林的安全 又何尝不是 在暗示陈渊 别去危险的地方呢 她不想陈渊遇到危险 可是 她更不想阻止陈渊的梦想 那个从小就立志成为 御寿师的梦想 至今 陈母还记得陈渊小时候 第一次看到宠兽时 那两金星的小眼神 哎 孩子长大了 那个时候可比现在可爱多了 想了想 陈母打算 今晚和自己的丈夫 提一下陈渊去秘境的事 看他知不知道 回到房间后 陈渊拿起了桌子上的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开始学习里面的知识 并拿笔填写里面的 各种有关宠兽的题 不会的 则留空等之后再说 当然 里面也并非都是打题的 更多是有关宠兽的讲解 没想到 还有这种操作 看到惊奇处 陈渊也会不禁出声 等陈渊伸个懒腰 停下来时 已经是三个小时后 一开始还陪伴着 他一起看书的小林 也不知什么时候 趴在他身边睡着了 陈渊拿过旁边的一块小毛巾 盖在了他身上 这是之前 陈母特意买来给小林做被子的 毛巾版的小被子 盖到小林身上时 他动了动 嘴里嘟难了下 但很快又恢复成了平稳的呼吸 啾咪呼呼呼 陈渊看着说梦话的小林 笑着摇了摇头 他拿出手机 打算放松一下 打开的瞬间 一条推送跳了出来 震惊 初级宠兽杯预选赛 本次将在我们福安省举行 在福安省的初级预售杯吗 看到举办地是自己所在的省份 陈渊不禁来了兴趣 并点了进去 很快 陈渊就越来了一遍 正如其名字一样 这是一场预售师新人们间的比赛 历年来在世界各处举办 今年只是刚好轮到福安省 时间定在一个多月后的11月11日 报名则从11月1号开始 持续10天 直至比赛开始的前一天为止 只要7月宠兽 没有超过一年 就都可以参加 也因为所有参赛选手都是新人 所以也被戏称为菜鸡护卓杯 本次比赛会在整个福安省 下辖地区举办海选 一共会有120个海选场地 每个海选地区 选出附近地区的前三名 一共360名选手 到福安省的主城同名的福安城中 决出冠军 而成员所在的安宁镇 也是120个海选地点的其中之一 每个海选地区 获得前三的选手 都能获得不菲的奖励 冠军和亚军 还有季军 分别可以获得5万元 3万元 1万元的奖励 这个奖励不限于钱 也可以换取等值的培养物品 哪怕是稀有的培养物 只要不超过这个额度 举办方都会满足 这些还只是海选地区的奖励 决赛的奖励则更为丰厚 前十美人都可以获得30W的奖励 还是一样物质和钱 自己选择 前三更是有着额外的奖励 分别是三件稀有的进化道具 龙龄 远古甲铐 自然之星 优胜者也就是冠军 有着优先挑选的权利 而在看到这三件奖品时 陈渊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感叹一声 大手笔啊 无他 太震撼了 就比如龙龄吧 这是用来给猛兽种亚龙鼠的宠兽 进化为幻想种巨龙鼠的强大道具 而且还不限于此 很久以前有一个传说 当时有人意外获得龙龄 并在失误中 不想让自己的植物种巨树鼠的龙血树 触碰到了龙龄 使其进化成幻想种神龙鼠的木龙 当然这个也只是传说 大多数人也就将其当作一个虚构故事 毕竟有人同样拥有龙血树之中宠兽 且也得到了龙龄 可是并没有如传说中一样发生进化 当然有不幸的 自然也会有相信的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传说是真的 无法进化 只是因为还缺少某种条件 而这一批人大部分都是宠兽培养师 总之这也说明了龙龄的强大与珍贵 这种物品一般都是有价无市的 往往只会在拍卖会中出现 其价格也经常会逼近上亿 而圆骨甲铐 比起龙龄要稍逊一筹 不过也是一件极强的进化道具 是用来给一种种进行圆骨进化的道具 可以使触碰到该物品的虫类虫兽进行繁祖进化 其体型会变得极其巨大 力量和生命力会得到极大的加强 至于最后一个道具 陈元不禁皱了皱眉头 自然之星 这是植物系的专属进化道具 最少人们还没发现其他种类虫兽 能够使用这个进化道具 陈元皱眉的原因并不是说这玩意不珍贵 相反自然之星甚至比龙龄 还有圆骨甲铐更稀少 不过对于这么珍贵的物品 排在最后陈元却并不意外 无它 只是因为这个道具效果并没有那么给力 如果说上面的两个道具 可以让进化的生物几何加强 那么自然之星进化的植物种 则没有多大变化 其唯一的特点就是 可以替代一切植物种 宠兽所需的进化材料 并且进化的植物种 宠兽的自愈速度会得到极大加强 这一点效果和前两者比起来 可以说平平无奇 最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 牛逼啊 我要不要也去参加呢 看完这一切 陈元不禁有点心动 毕竟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冠军的奖品更是让陈元眼馋 毕竟哪怕自己用不上 也可以选择卖掉 换取大量的培养资源 而且这些珍贵物品 完全不筹卖 甚至可以说 只有你有出售的意思 立马就会被人踏破家门口 陈元摇摇头 笑着自言自语道 想这么多干什么 反正离报名时间还有一个月 到时候再说吧 陈元说完就站起身 打算洗漱一番后睡觉 完成洗漱后 躺在床上 陈元翻来覆去 久久无法入睡 虽然刚才嘴上这么说 想那么多干嘛 可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 这也是导致他此刻失眠的主要原因 直到深夜之后 陈元内心才平复下来 并成功进入了睡梦之中 第二天 就陈元与小精灵前往学校之时 陈元所在的高中校长高红 召集了所有一年级的班主任 陈元的班主任泄途也在其中 众人脸色各异 有人神情凝重 有人疑惑不解 不知道校长发短信 召集自己几人是要干嘛 很快 校长高红推开门 走了进来 看到所有人都已到来 不由地微微点头 很好 我很欣慰 大家都能来到这里 话到这里 高红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继续开口道 昨天的新闻 相信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到校长发问 大部分班主任们 全部点了点头 就连那些不知道发生了啥事的 也都跟着点头 甚至点得比那些清楚 发生什么事的班主任们 更加勤快 没什么 只是不希望被其他班主任 比下去 至于发生了什么事 那不重要 之后再去了解 也不迟 很好 那我就长话短说 明天起就提前开始 预售课的战斗测试吧 对此 众人再次纷纷点头 那就这样吧 散会吧 说完 高红校长就先行起身离开了 走到门前又停了下来 装过头并看向这群班主任们 对了 这次如果有谁的班里 取得了好成绩 学校这边 也会给予你们额外的奖励 这句话一出口 立刻几乎所有 班主任的眼神都亮了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 眼神里满是警惕 只有一人除外 那就是泄图 此刻他满脸苦涩 只因为他感觉自己 可能要凉了 而其他的班主任 也并没有注意到 校长高红的视线 大部分都集中在泄图的身上 看着面前面露凝重的泄图 高红十分满意 至于为何把满脸苦涩 看成成熟稳重 这只能说 是个美丽的误会 在他看来 如果说谁 最有可能夺的好成绩 那非泄图班上莫属了 毕竟陈老的孙子 就在他班上 以陈老的实力 最起码也会给自己的孙子 整个十分牛逼的宠兽吧 不用说 最少本地区的海选冠军 是稳了 陈元走进教室时 便直接来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才坐下没多久 林宇等人 也有说有笑的来到了教室内 在看到不远处的陈元后 林宇冷哼一声 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并没有像之前一样过来挑衅 陈元怂怂间表示遗憾 他其实挺想在看小林甩人玩的 很快上课铃声敲响 班上也安静下来 没多久 班主任谢途走了进来 来到讲台前 谢途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开始讲课 可 同学们 今天起 我们将开始实战训练 此话一出口下来 立马议论纷纷 实战课 这不是高一下个学期 所有人都契约后才有的吗 我猜契约啊 这不是要被前面契约一段时间的家伙 给嘎嘎乱杀了 你还好 我连生日都没到 连宠兽都没有 看到瞬间乱成一锅粥的众人 谢途敲了敲桌子喊道 安静 安静 看到自己老师发话 班上的各种声音 很快就消停下来 没有宠兽的同学们观战就好 这次的宠兽实战课 由拥有宠兽的人参加 还没有契约宠兽的 听到这句话 松了一口气 好了 现在所有人都前往学校里面的 玉兽战斗场 说完谢途就先行离开了 众人也开始收拾书本 将原本拿出来的教材书本 收起来放好 随即便一个个起身 开始前往学校的 玉兽战斗场 陈元也起身准备前往 这时林宇突然站了起来 并走到了陈元面前 看着再次来到自己面前的 林宇陈元一脸疑惑 不知道这家伙 来到自己面前干嘛 莫非是上次没吃到巴掌 想吃吃看 陈元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 陈元立马点头 并开口 话一出口就把林宇气到了 嗯 不就是你欠我十万块钱吗 你放心我当然记得 草 以为你赢定了呀 林宇压下自己的怒气 咬牙道 陈大少还真是自信啊 既然如此不如 等下实战课上 我们就把这个赌约 给提前了结了如何 陈元皱眉 之前小精灵那远超 同等级宠兽的实力 早已被人知晓 这样林宇还敢来提前进行赌约 如果没有后手 或者变故陈元 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 按照常识来想 应该就是董海的契约兽 出现了变故 且大概率是净化 想通这一切的陈元 不禁嘲讽出声 看来林少也是煞费苦心啊 还给董海 找了一只高等级宠兽 这里的高等级 指的是十级的宠兽 只因新人预售师 最多只能契约一阶的宠兽 如果直接契约二阶的宠兽 则会暴体 因为新人 根本无法承受住 二阶宠兽反馈回来的力量 而十级 正好是一阶最后的门槛 看到陈元已经猜到 自己的一方的打算 林宇也不装了冷笑道 咋了 陈大少怕了 如果怕了 这句话 还是用在林少女身上 比较合适 林宇挑挑眉 这么说 你答应啊 陈元不在意的白白手 嗯 算是吧 虽然知道你这家伙不安好心 不过无所谓 我也正好想快点 回收我的十万元 对于嘴硬的陈元 林宇冷哼一声 哼 那就这样说定了 希望你的小精灵 也有你的语气这么硬 说完林宇带着几人离开了 其中包括 马上就要和陈元交战的董海 他感觉 自从林少与陈元开始说话起 自己的眼皮就开始跳 感觉有不好的事就要发生 董海压下心中的不安 自我安慰道 没事的 我的暴虎都已经进化了 一定可以迎过陈元的小精灵的 在机械室重复多次的自我安慰后 董海的内心逐渐平静下来 陈元走在最后 看着自己身前不远处 林宇等人的背影冷笑 很快所有人都来到了御守战斗场 班主任谢途 也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战地面积的建筑物 比教学楼还要大得多 不同的是 里面只有一层 其巨大的空间中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场地 看到人都来其后 谢途拿出了钥匙打开了9号场地的房门 带领众人走了进去 并来到了场地之中 很好 现在有宠兽的站在原地 其他人退到场地之外的观战台上 话音刚落 五十多人的人群中就有十几人走了出去 这些都是还没契约宠兽的人 而陈元这些契约宠兽的人也都留了下来 其中也包括了林宇 原来此时林宇也已经成功契约了 自己那只价格不菲的金甲新牛 对战的规矩你们应该都懂 我这里强调一下 不能故意伤害对方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宠兽 不能直接攻击对方的御兽师 看到众人点头 谢元很满意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吧 你们可以选择自己对手 也可以由抽签决定 话语刚落 林宇就举起手 老师 陈元已经和董海两人约好了 不如我们就先看他们对战如何 有这事 说话间谢途把目光投向了陈元和董海 并且在陈元身边的小精灵停了一会后 正想开口说些什么 帮陈元推掉这次对战 陈元却率先开口了 既然林宇同学这么热情 不如就让我先来吧 老师 看到当事人自己都开口了 谢途只能点头同意 那好吧 其他人退出场地 很快 整个场地之上 就只剩下陈元和董海 看着对面的小精灵 董海咬了咬牙 放出了自己的宠兽 他还记得林宇的嘱咐 干掉对方的小精灵 毁了对方的御兽根基 对方的御养根基